大家好,我是阿兰 今天带你开一部男主随身为人类 却被父母卖到魔界 一次走上人生巅峰的故事 入肩同学入魔了 在影片开始之前 希望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以及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那么,让我们开始吧 我是如肩,今年14岁 我从初孙期就不上以拒绝别人的请求 是个超级烂好人 为父母都是人渣 所以我只能代替他们工作 然后就算我专门努力工作 父母还是把我卖给了恶魔 我是萨利班,是个恶魔 由于我是个单身,他又没有孙子 所以特地到人间买了个人类当孙子 好的,就是这样的故事开始 萨利班一上来就疯狂地要求入肩当自己的孙子 一出入肩的超级烂好人特性发动了 牵下的契约成为了恶魔的孙子 在萨利班安排前让入肩到恶魔学校上学 并且来消除入肩身上的人类气味 这样就不会被发现是人类了 第二天在管家的OPI的引导下 把入肩带到了恶魔学校 周围全是恶魔 为生怕被发现是人类的身份然后被吃掉 一出入肩色色发抖 随后开学典礼即将开始 看着这欢乐的范围让入肩以为这是一间正常的学校 直到恶魔们唱起了笑歌 这是学校的理事长萨利班上台致辞 这是我的孙子哦,很可爱对吧 等会我会发给所有人 接下来是新生代表致辞 一位粉发少年站起来准备上台 那面显到的是在萨利班的安排下 支持的人换成了入肩 只见入肩心心胆胆地走上了台 然后念起了萨利班给他的演讲稿 入肩每念一句全场都差点吓死 念完才发现原来这是禁忌咒文 只要念出了一个字就会自爆身亡 那么这个咒文牛逼的咒文又有什么厉害的效果呢 随后入肩走下了台 我是阿斯莫德 由于你抢了我的放头所以我要和你决斗 由于入肩没有任何魔力所以攻击力几乎为零 一说他只能不断的躲避攻击 就将入肩完美的躲避一发都没有被打中 至于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那所以他从小就有着出生入死的经验 使得他的逃避危险方面成为了顶尖打人 此能力命名为压倒性的危机回避能力 由于入肩一直没有发动攻击让阿斯认为自己被看扁了 一说他手抓火焰砍了上去 入肩顺势躲开了攻击 但为了救旁边的妹子和拉住了阿斯 本来两人是要一起摔倒的 但入肩之前涌上的不会摔倒BUFF 一说这张变成一几漂亮的后背摔 就将入肩的名气瞬间在学校传了开来 阿斯也被入肩的实力给折服一书成为了入肩的忠实服从 第二天学校将进行死魔召唤仪式 所谓死魔就是学生召唤出人的魔兽 也就是下属 主持召唤仪式的是一个脸非常臭的老师 人称耶琪老师 他非常讨厌入肩一开学 就战车主妇的权威涌唱竞奏以及狮子打斗 召唤流程说明完毕后老师表示 死魔是不可以伤害主人的 否则会遭到严厉的惩罚 一说中人开始一次召唤死魔 各种各样的死魔都有 而这边阿斯凭持强大的家族血统抽到SSS级的死魔 到这边入肩就慌了 我可是人类一点魔力都没有 能召唤出东西来吗 一说入肩进入抽卡环节 明明没想到啊 他把老师给召唤了出来 一说老师从恶魔变成了入肩的死魔 击杀的老师就要教训一下入肩 他试图攻击主人是要受到惩罚的 一说入肩的名声再次响亮起来 这之后两人在校园结设了一位个性非常好动的恶魔 克拉拉 他拉了两人一起玩 阿斯觉得克拉拉是个麻烦的入肩远离他 让无奈入肩无法拒绝别人的拜托 所以两人只好陪克拉拉玩过家家 克拉拉家有个特技 那就是因为能变出一些他所看过的东西的百宝袋 这之后入肩发现有一伙人一直找克拉拉骗吃的 也不好好地陪他玩 但克拉拉是知道的 他只是想要有人陪他玩才送东西的 克拉拉生怕入肩玩意后就不再陪他玩了 于是他给入肩送了一堆零食 但入肩表示 我不需要啊 我见老爷子有钱的很要杀有杀 所以你不用刻意讨好我 我也会跟你一起玩的 克拉拉开心扎了 再次第一次有人自愿陪他玩 而拉斯也特地教训那伙偏吃偏喝的恶魔 这次上人到食堂吃饭 却找到一伙二八二周鸡给入肩点了五十任分的餐点 没想到啊 我们入肩其实是大胃王 一个金人就把所有食物给吃完了 就让我们的厨房老哥忙的是一个叫头烂尔 这边杀鱼班把他们上人编到了一个班里 那是个问题儿童班 而杀鱼班的想法是 我的孙子喜欢低调 如果编入问题儿童班的话 我的孙子就是那个最不显眼的了 果然这个班全都是问题儿童 如今一走进门就差点被杀了 然后半导师走得进来 这可尴尬了 竟然是死魔老师 这边半导师让我们测试阶级 也就是测试他们的等级高低 测试的方法就是看谁线能到达远处断崖壁上的旗子那边 有两条路线 一条较短但很危险 一条需要绕路 大家可以轻松度过 那半导师表示较短那条路不能走 因为不知为何统治那地区的魔兽相当躁动 到这边路线又慌了 大家都有翅膀 和他什么跟别人比 那半导师不知道路线不会飞 一把就将路线给推了下去 好着被一只乌鸦给吊住 现在正被运输中 那乌鸦中途把路线扔在此地区首领魔兽的巢穴里 好在大魔兽不在家 只留了一只受伤的小魔兽 路线本想给他爆炸 中途不小心把这些一滴血滴落了小魔兽的伤口 然后小魔兽伤口就成奇般的愈合了 有数路线直接又搭到了免费的飞机 来看看另一边 半导师的大块头不怕死的跑去挑战大魔兽 结果紧要关头路线突然出现救下的大块头 两人顺带被大魔兽直接运到了重点 这边半导师他们自己拿起自己的阶级 阿斯的实力不用说 这位新生直接拿到了四级 克拉拉因为整场的骑在阿斯身上 所以拿到了三级 而路线拿到竟然连徽章了不是 是以美能吸召魔力的戒指 半导师本想砍掉路线的手 关键时刻杀一般赶到 并被戒指注入了足够的魔力 原来这是二十只戒 是一个用来储存魔力的道具 若是戒指里面的魔力 就会无差别同时周围人的魔力 由于无法鉴定路线的阶级 所以路线的阶级被品为了一级 这让路线松了一口气 因为这就是他想要的低调 但作为男主低调是不可能的 前面路线一些人来到了植物塔上课 他们的作业是用魔力让花朵站放开来 但路线没有魔力 于说他是用了野野的魔力变成了一棵大樱花树 就将樱花飘落在学校各处 只能说 不愧是你 而旁边的学生会长意识到樱花树是人界的东西 于是被开始四处寻找路线 因为在魔界人类的存在对于恶魔们来说只是迷信 只有少数高阶恶魔之情 会长便是其中之一 阿斯桑上更是持有对于恶魔们来说是禁书的漫画 会长虽然无法读懂里面的文字 那却对里面的内容颇感兴趣 就来一个转角处他撞到的路线 对于路线能够读懂静数里的内容 他更加缺情的路线是人类 而会长并没有说出来 会长让路线每逢下课都要为自己朗读静数里的文字 这边路线在出门之前 欧佩拉询问路线是否想回到人界 想想自己在魔界以及人界的各种待遇后 路线不置可否 但欧佩拉还是表示只要从高阶学校毕业就能回到人界 这边某次朗读中会长询问了路线 你的梦想你的野性是什么 路线陷入了城市 从小到大路线都只有思考着别人要我怎么做 几乎都没想过自己想做什么 由于是会长并让路线首先先升级自己的阶级 就这样升到二级变成为路线第一个目标 这边得知路线要升级的R10 赶紧在实乡大师学院的路线要升到最高级 然后统治这个学校 还是那句话 低调是不可能的 就这么刚好学校下个星期将举办阶级升级考试 考试内容是处形炮弹 简单来说就是躲避球 那有人要问了 这场考试刚好适合路线那百分之百躲避的特殊能力 确实啊 那光是躲避是没有用的 路线必须接触到对手的球 然后攻击回对方才能获得优胜 可这里是魔戒 一出沙利班被给路线升了个小级 他将路线的手组的强化 让路线能勉强接触恶魔炮过来的球 这次路线也接触了欧佩拉的魔鬼训练 在欧佩拉的虐待下 在欧佩拉的细性指导下 路线终于是接到了球 接下来就要进行考试了 一个伴将分为两组 其中较为特殊的规则就是只能对球使用魔法 这边很不幸的路线与阿斯的组别不同 于是阿斯便开始思考起来要怎么对路线放水 在各种杀掉的操作下许多人被判出局 比如说 将球送给对手 制造出无数的球混乱对手以及 队友 这边阿斯依然在思考着要怎么放水 他没过多久所有人都出局了 最后就只剩下阿斯和路线 所以说只要阿斯故意被球砸到就可以让路线获得优胜了 可阿斯看到路线拿认真的表情 想起了路线一直刻苦训练的身影 还意识到放水是不尊重对手的行为 一束阿斯注入了全部魔力将球抛向路线 令人没想到是路线接下了球 那强大的威力让路线无法将球停下 一束路线被顺势转了一圈将球抛了回去 就让路线升到了二级 这边问题的同伴来了一位新老师 巴鲁斯 他唯一的优点就是做什么事都全神关注 也因为关注过头甚至忘掉开学日 也因为这样他不知道班导石是路线的死魔 第一节课不要让学生们进行死魔交流 起了班导石毛都炸开了 但社会教师不能因为事情很扰乱教育场所 一出班导石变合路线约定 在每一节死魔课都会配合路线 让他赶紧将这门课上完 这之后巴鲁斯变遭到了班导石科科的区别待遇 这边学校的师团即将开始招生活动 参加师团能以各种不同年纪的学生一起进行团体活动 简单来说就是社团的活动 路线以前都没空闲时间参加这等活动 所以现在想挑战一下 随时终身响起 一群高年级生蜂拥而入开始狩猎一年级生 在阿斯尔的保护下几乎没人敢靠近 只见旁边的高年级生用着强硬的手段在争夺新人 他只有这么完美控制场面的社团 也就是学生会 这之后一年级生可以到处参观来决定要参加什么社团 这边路线参观了一把手上的戒指 突然就被不知道什么东西给拉了过去 装上之后发现一位学长身上带着用了 这周路线到学校各处参观 他一直没找到心仪的社团 这边杀了一半给路线升级的戒指 共有四种模式 越往上魔力越高 第二天路线继续参观 走突一身技巧破门而出 竟是昨天撞到那名学长 因为他是魔技研究社的社长 由于魔力稀少 所以一直在研究能够让魔力稀少恶魔人能大展身手的魔具 想取消学校的阶级制度 社长在路线看了各种各样他亲手制作的魔具 路线看了有些心动于是决定加入魔技研究社 顺带阿斯克克拉拉与一并加入 这周学校将进行社团展览会 社团的团也会进行各种表演来取悦观众 所谓的观众就是一年级生的父母 而撒利班这边参加仅有魔界英杰们齐聚一堂的十三观会议 十三观的前三位又称作三杰 是魔王候选人 由于现在魔王的位置是空缺的状态 英杰们局局从三杰中选出新魔王 但三杰都对魔王的位置没有兴趣 三人都是四十人指控 每次会议都会为谁有孙子更可爱的争吵 于是乎这次魔王候选人又再次得到了保留 但就在会议结束之时 会长的父亲也是魔官署警备长得到消息 撒利班非法入境人界 于是乎撒利班只能乖乖接受调查 但撒利班似乎很有把握不会被发现 而且这件事肯定有蹊跷 不过能拘留三杰之一的撒利班 他们肯定是掌握了什么证据 而学校这边因为撒利班被拘留 所以由陆建的班导师当然代理理事长 这边陆建的一些人来到了社团展览会的会场 由于魔剧研究师一直以来都是只有社长一个人 而且内容也不准而吸引人 所以被广泛称为 行李放之所 于是为了让今天的魔剧研究师更加亮眼一些 陆建决定制作烟花 由于众人没见过也没听过烟花 陆建也是花了些时间来解释 甚至还跑去跟会长借来的竞数作为借鉴 这边陆建一行人得知 社长每次实验失败产生爆炸都没受过重伤的原因 那是社长一族的能力 断绝 能产生透明的防护壁 不过社长还是会因为爆炸的后座力 以及受到惊吓的吐血 经过长时间的研究以及调制后 他们终于是把烟花给做了出来 接下来就等晚上了 这边社长接一通电话 电话里也是13罐之一的巴黎 他与社长计划炸掉学校 也是他告发沙利班的 为的就是拖住沙利班不让他回去 这边在展览会表现优异的社团 可获得各种豪华奖品 比如豪华社团室 增加社团活动费等等 其中最诱人的也是最让学生们心动的特奖就是 社长的阶级直接提升两级 团阴们也能提升一级 这边如今一群人正分立准备烟火发射台 可社长却不见人影 说是要准备一些东西 让我们看看他究竟准备了什么武器来炸掉学校 只见社长来到一处密室 根据巴黎的计划 在兰会夜晚学生们将会积极到中央广场聆听众生 就在那时将所有人一病全灭 而为炸掉学校社长准备一台装置 炮弹正是先前制作的烟火 可准备到一半时路坚突然走进了密室 至于路坚是怎么找到密室的 还记得路坚之前因为戒指和社长 项链起反应相撞的事情吗 因为两者又起了反应 一束路坚又被拉了过来 社长也没在慌的 解释说站在这里可以直接看到整个中央广场 而且站在这里就分不出大家的阶级高低了 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这也是社长一直想打造出的没上下关系的世界 那么这个社长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为何又想炸掉学校 他的野心又是什么 我们接着看下去 这边展览会终于是开始了 路坚等人则是到处侦查其他社团的动作 夜晚才是他们大显身手的舞台 这边克拉拉不小心就点燃了烟火 但发现发射台没有成功发射 由于是炮弹并没有在里面 至于炮弹呢只是被社长给拿走了 这边路坚等人虽然不知道炮弹是不是社长拿走的 但是呢 早就对了 密室里的社长在告诉仰望整个校园 想起了巴黎对他说过的话 据巴黎所说社长是最接近恶魔本质的恶魔 还有这一脸上笑容截然不同的内心 而彼此的学生及老师们完全没意识到将有它是发生 只见社长捏碎的项链释放出了大量的魔力 社长的能力断绝直接覆盖了整个校园 学校隔策被布置的透明屏障阻碍学生们的通行 路坚也意识到的就是社长的能力 而校园也顿时进入了混乱状态 老师们也无从下手 只能先安抚学生说这是惊喜活动 说整个校园都是一座迷宫 学生需要避开所有屏障然后到达中央广场 实则上是要让学生到广场避难 而班老师这边来到的资料库 一切学生的资料都在这里 只要找出拥有屏障生成能力的人就是嫌疑犯 学生们都轻松到达广场 聪明的小伙伴是不是想到了什么 整个学校都布满了屏障 为何学生们能轻松到达广场 这个屏障简直就是为了让学生积极到广场而设置的 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这次旁边的社长可乐了 在老师们的助攻下他可以直接将所有人一网打进 随后社长启动了装置 可这次他意识到有人正光速往这个秘室跑来 当社长并没有加以阻拦 因为他知道是路坚 他把路坚放了进来 社长也跟路坚解释到他为什么要炸掉学校 说是自己因为魔力稀少所以被家族踢了出去 他被送到了恶童之园 那里专门管理养育年幼恶魔 社长在那里受到了排挤 可还是有一个女孩愿意陪他玩 但有一天三个二把抢走的女孩耳嘴并扔进了河里 社长虽然用断绝接住了耳嘴 可因为分心耳嘴掉了下去 这之后女孩离开了这里 然后社长就开始变得不正常了 见到女孩那充满绝望的表情 社长内心涌上了无尽的喜悦 但说到他为什么要炸掉学校还有另一个原因 在很久之前他来到了这个社团 见到还在这里上学了巴黎 听说会对别人的绝望感到兴奋的才是真正的恶魔 在社长身上是反主现象 这之后他们便计划开始摧毁学校 他把陆坚起来就是为了看陆坚在正式职务校之后最绝望的表情 可陆坚却丝毫不感到绝望 要说为什么 因为陆坚早已习惯绝望 他就是社长的天敌 陆坚知道一个落线路绝望是什么都改变不了的 陆坚爬了上去把炮弹给拿了下来 他又亲手摧毁社长的野心 但就算把炮弹拿了下来也阻止不了爆炸 至于钟声响起还有30秒 陆坚从窗户跳了出去把炮弹扔向天空的屏障 但最外层的屏障是为了承受爆炸而打造的屏障 没有杀利班等级的魔力是无法破坏的 没办法陆坚只能释放戒指的全部魔力 不意外的杀利班的魔力成功打破了屏障 烟花在钟声敲响之时成功绽放 所有人都对眼前的场景惊叹不已 陆坚守住了整个学校 绝望的人变成了社长 而这边爆炸后一堆冒热火的石头落了下来即将殃及消源 好在杀利班即使赶到他们酿成大祸 社长随即被逮捕 这件事也告一段落 第二天家长们将进入参观展览 是学生与家长们相处的最佳时段 到这里路坚内心涌上了有一种说不上的念头 就在他羡慕的同时杀利班即欧佩拉出现 笑容渐渐从路坚脸上涌现 他们一起逛展览玩游戏 其中欧佩拉更是迎走了许多 超多的奖品 这一年路坚深深感受到他从未感受过的 家人的温暖 接下来进行的是优异社团的颁奖仪式 很可惜的魔技研究者并不在前三名以内 毕竟身为主角只拿前三名就太普通了 必须要更亮眼一些 路坚等于因为进行了大规模的危险演出 本该受到惩罚 但却意外地受到了全校学生压倒性的支持 一书下方决定新增一个奖项 逃脚华奖 得奖的社团可以拍出一名代表取得圣洁奖励 不意外地得奖的是魔技研究社 更不意外地路坚被选为代表提升了一个阶级 超级不意外地路坚的名称变得更加的响亮了 这边会长夫妻魔官属警被长注意到的路坚 于说他早在路坚聊了一聊 会长夫妻甚至路坚是撒利班带回来的人类 他直接明示了路坚 被带到魔界的人类将会被安置起来并送回人界 还会消除他们在魔界的记忆 只要路坚开口他就会把路坚送回去 路坚不置可否 回到人界本意是路坚最喜欢的结果才对 但与同伴们的详异是误让他改变了想法 这边路坚圣见一次直接就上了校园报刊的头条 篇幅甚至比魔偶像克罗姆的还大 说他克罗姆是魔界最有名的偶像 而所谓的魔偶像在魔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业 说他恶魔们都会有一个残暴时期 一般称为恶周期 为了移植恶周期 恶魔们需要进行各种娱乐活动来放松身心 魔偶像这职业也是为此而存在的 而著名魔偶像克罗姆今天将进行为期一整天的演唱会 通过抽奖还可以直接和克罗姆说话 就这么刚才有人送了三张演唱会的票给路坚一行人 而这个克罗姆实质上是路坚班上的一名同学 平常在校园也不怎么引人注目 之旅的魔偶像是自己的天职 只因觉得自己长得超可爱 克罗姆出身名门 小时候也怎么都比不过兄弟姐妹 为了让家人对自己刮木相看再跑去当偶像 可在这前进的道路一直有一个人在阻拦自己 不意外的这个人就是路坚 每次爆刊的头条几乎都是路坚 自己总是被缩在角落 也说他非常讨厌路坚 可就这么刚好的路坚抽到能直接与克罗姆对话的奖 被迫无奈之下他只能与路坚会面 那路坚其实早已发现他的身份 紧接着路坚开始踩雷 说哦 我非常羡慕你这么的不引人注目 像我啊 平常啊 不小心就变得非常引人注目 于是乎雷去爆炸 路坚差点被杀 那中途克罗姆却又被发烧倒了下来 那克罗姆等火还有演唱会 还有一大堆观众在等着他 那克罗姆的体质比较特殊 要降温需要特别的方法 能做到的也只有他的家人了 但克罗姆家人一般都不会来看演唱会 于是乎演唱会只能终止 克罗姆可不乐意 我们的路坚也不乐意 于是乎路坚等人只能女装上阵 先代替克罗姆进行电场节目 我说 阿斯原你这么烧的吗 但路女装还是路坚更深一筹 娇羞没人的小萝莉一瞬间拉到了大批人去 毕竟 这么可爱一定是男孩子 但是旁边的克罗姆也看不下去了 直接邀请了路坚和自己一起同台演出 演唱会接受经纪人找到的克罗姆 说治疗你呢是你的家人 而且他们平常会在看不到的地方隔空深渊 就此演唱会落下帷幕 故事到这里也即将告一段落 路坚也跟晚常一样 进行着朴实物化的日常生活 这边阿斯的克罗拉为了争夺 谁能让路坚打起精神而进行的料理比赛 路坚没有给出答案 而是说 混在一起更好吃 而路坚与伙伴们的故事也会继续下去 以上是第一季的全部内容 我们紧接着看第二季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兰 今天带你看路坚同学入魔了第二季 这天呢路坚依然过着他不然万丈的魔戒生活 沙利班给路坚的戒指冲了魔 而外边阿斯和克罗拉也早早在门口等路坚一起上学了 在学校的时候路坚戒指中的不明物体再次出现 这个不明物体在第一季的时候 有因为魔力不足而暴走 到处吸食同学们的魔力 只是沙利班早上才给戒指冲魔 路坚非常慌张的想去找沙利班给戒指喂食 惊人的是这时不明物体竟开口说起的话 不明物体也很震惊 自己竟然能开口说话了 简单来说他是一个戒雷 并且自称阿里 至于自己是如何诞生的 他自己也不知道 因为呢路坚平时胡乱使用魔力造成了阿里的困扰 于是阿里便手把手叫路坚如何控制魔力 还有就是叫路坚师长更精细的变形魔法 在阿里的教授下路坚给自己变了个女装 结果不小心给会长撞见了 其实会长之前就怀疑跟克罗姆一起上台的偶像就是路坚 现在不仅确信人那就是路坚 他还误以为路坚有女装癖 原本路坚是要抓阿里到会长面前解释一番的 只是阿里自认是未知生物 怕被发现后会被抓去做实验 那路坚就想赶紧找到戒指的秘密去跟会长澄清 路坚呢先去找沙利班 不过沙利班表示戒指是不会说话的 他还以为路坚是最近太劳累导致精神错乱 没办法路坚只能去图书馆找资料 通过跟阿里交换情报路坚得出结论 发现阿里没有路坚阶级1的时候的记忆 路坚升到阶级2后发生的事情全都记得 升到阶级3的时候阿里就能开口说话了 那现在能确定的就是随着路坚提升阶级 阿里也会同成长 只是会长的误会现在还无法解除 他对路坚的女装癖身性不移 他因此每天做噩梦 这边呢克罗姆找来了路坚 因为之前的演出很多人都在好奇 那神秘的偶像到底是谁 一说克罗姆就想逼着路坚穿上女装拍一张照片 结果呢又被会长给撞见了 也就说巧不巧吧 不过不管学生有什么爱好学生会都没法干涉 他这次找路坚是因为社团的事情 路坚所在的魔剧研究社 因为差年级的社长被捕而被终止活动 不过呢会长还是很通情达理的 只要路坚等人完成研修即可继续活动 研修内容是需要在其他社团活动一段时间 阿斯被分配到魔术开发社 克拉拉被分配到游戏社团 而路坚则需要在学生会工作 把路坚留在身边 会长你会不会太明显了一点 路坚平时就需要帮忙处理学生会的杂物以及体能训练 但最难的还不是这些 而是学生会的饮食竟然只有一颗豆 大卫王路坚流下了眼泪 这边呢会长就抓了个正处于二周期的学生 还好会长发现得早 不然一个娇小的学生就要被吃掉了 尽管学生会的工作很繁忙 路坚还是不忘给会长读恋爱漫画的内容 这天呢广播社团就把会长叫了过去 不过会长不知道的是广播只是某人把会长骗过去的圈套 神秘人给会长喷了罐奇怪的药水 广播社团的人惊慌的跑到学生会 说刚刚的广播不是广播社的人放出来的 众人立马找到了会长 结果发现一望凶悍的会长竟变成了娇修的少女 经过问话发现会长的所有记忆都还存在 只是性格上发生了变化 初步推草是被人施加的精神魔法 因为数字十分复杂 老师们也一筹莫展了 只能等待效果消失 不过这样亲切的会长却更受学生们的喜爱 但学生会的成员却无法接受 少女模式的会长举止轻巧 虽然是很可爱 但动作却慢得要死 以至于学生会的其他成员需要分配保办会长的工作量 只是尽管他们已经平均分配了 却还是累得要死 可见会长平时的工作量如此巨大 虽然被怀疑是犯人的学生有很多 但最可疑的就是风济社社长罗米了 他记忆学生会长的位置很久了 现在因为会长进入了少女模式 使得很多人对于现在的学生会 是否能撑起整个学校而抱持怀疑的态度 罗米更是趁着这个机会发起了解散选举 如果有很多学生对于学生会感到不满 社团便可以向学生会提出选举一对一单挑 输掉的社团立即解散 而一旦有社团发起挑战 学生会不能拒绝 虽然学生会的人都怀疑是罗米让会长变成这样的 但他们没有证据啊 罗米的家族能力是能轻易吸引别人目光的注目 所以在选举演讲的时候 大部分学生都被他抢去了 罗米这边获得大量的支持者 相反会长这边就很惨了 但还是有少数支持他的人 而陆坚也没有闲着 他分别找了阿斯和克拉拉帮忙调查犯人的事情 而根据阿里的说法 其实会长身上的魔法已经是被解除了的 只是会长心中的某样东西被这个魔法给缠住了 可能需要什么契机才能解开 其实会长自己也知道 自从自己变成这样后就一直在拖大家后腿 这次的选举也肯定会落败 以往的学生会长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他想就此吃掉会长一直做回普通学生 一书陆坚开导开导了他 会长也决定再努力一把 这边选举终于是开始了 双方各有三分钟的演讲时间 罗米依然很耀眼 战况可以说是一边倒 大家对罗米的支持者甚至直接盖掉了会长的声音 会长看着眼前的场景觉得似曾相似 他之所以可以撑到现在全是因为还有着相信他的人 瞬间缠绕的枷锁断裂 会长红亮的声音震慑住了全场 你们的欲望是什么 现在你们的欲望触手可及吗 想抓住的话就跟着我的野心走吧 说完全场欢呼了起来 会长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至于罗米的社团按照约定也解散了 至于真正的犯人陆坚也抓来了 他是二年级的艾利格斯 自称是会长亲卫队队长 他分别跟魔术开发社 以及游戏设计的物质改变魔法资料和恋爱游戏 阿斯跟克拉拉奉命讨回时 发现他正在研制药水 目的就只是想看看会长少女的一面 想必呢接下来等着他的肯定是严峻的惩罚 至于罗米虽然失去了社团 但会长却网开一面邀请他进来学生会 而陆坚等人的研修也就此结束了 因为陆坚在学生会期间都是住在宿舍 萨利班肯定是非常想念孙子的 就特地帮陆坚办了party 陆坚呢就邀请了阿斯跟克拉拉过来玩 大家就各种吃各种玩 而这边萨利班就想趁着这个机会 在孙子和学生面前表现一番 一叔他提议大家一起进行试胆大会 再让自己的宠物帮忙演一出戏 在他们面前耍帅一番 看似是很完美的计划 但这时阿斯却出来抢风头 一叔萨利班的计划落空了 这时最强管家欧佩拉就决定 免为其难的帮下萨利班 欧佩拉弄了个全息投影的魔兽 所以阿斯不管怎么攻击都对这只魔兽不管用 配合萨利班攻击的同时再关掉投影机 虽然萨利班确实是展现了帅气的一面 不过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是欧佩拉准备的节目 萨利班气下如鱼 那陆坚的party呢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陆坚来说也是一次不错的收获 因为这是他第一次邀请朋友过来玩 稍微聊了一下 以往发生的各种事情都成为了入坚宝贵的回忆 但实际上入坚其实对恶魔的事情还不大了解 于是乎阿里就决定帮入坚一把 让他体验当一把恶魔的感觉 所以阿里同时改变了入坚的性格 和让入坚进入二周期 兄弟们你们最想看的来了 入坚的二周期 第二天呢入坚就用着恶劣的态度跟萨利班对话 萨利班差点没惊掉大牙 萨利班还以为入坚是因为进入学生会才学坏的 这天入坚罕见的坐萨利班的马车来学校 还对学校的女同学庞媚眼 同学们都发现了入坚的变化 阿斯很快就意识到了这是入坚的二周期 这边呢入坚闻到了臭味 出去一看是有人把垃圾丢在了他们班门口 虽然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但二周期的入坚可看不下去 虽然他们被称为问题儿童班 但其实这里的高阶恶魔也不少 于是乎入坚准备带着全班去办公室抗议 路上还顺便吓一下其他学生 像众人表示问题儿童班可不好惹 这边入坚直接跟班导师要求更换教师 入坚不满学校为何针对他们 他们哪里像问题儿童了 于是乎班导师就拿出了他们身为问题儿童的证据 入坚开学就和阿斯引起烧动 大金毛各种袭击老师 小金毛在玩游戏时把同学都送进了医院 安德鲁凭着家族偷窃技能盗取贵重物品 甚至男各种姓嫂的女同学和女老师 当然还有好多没说到 所以中上所述他们确实是问题儿童 入坚也是认了 不过入坚还是要求更换一个好的学习环境 但眼下没有多余的课室可以给他们用了 入坚会心一笑 怎么会没有多余的课室呢 王的教室不是还空着吗 这里是消失的魔王曾经用过的教室 只是之后就被学校封锁起来了 班导师肯定不同意 作为教室的守门人 他绝不允许有人进入那间教室 入坚也不失落 他提议只要他获得半数以上教职员的许可书 班导师就得认可 班导师提出三天获得全教职员的许可书 他才认可 以书教设成功 但其实没有人认为这个计划可以成功 他们都很满意现状 并且以问题而通的身份而自豪 不过在入坚的诱导下 他们还是决定努力一把 打头阵的是安德鲁 第一个目标是班导师 不过他们并不是要班导师的盖章 而是要安德鲁去偷班导师的水生物品 入坚吸引了班导师的注意力 安德鲁趁机用偷窃技能把东西偷走了 在有境无险之下 他们拿到班导师的笔记本 至于用法呢 是用来换一个对班导师有好感的女老师的盖章 第二个出手的是知识王 名副其实他什么都懂 帮陷入了谜题的老师解答后换到了盖章 接下来是绅士男 一个好色老教师虽然知识渊博 但是在那方面的知识却只懂得皮毛 以实乎绅士男就这样 用那方面的知识换到了盖章 再来还有帮忙除草和玩游戏银盖章等 顺带一提小黄猫的家族技能是感官窃取 可以暂时盗窃别人的五官 比如在玩游戏时 他盗窃了占星老师的眼睛 那占星老师就没了视野 不过占星老师的家族能力还挺外挂的 会一直处于幸运的状态 不过尽管如此占星老师还是输了 原因就在于小黄猫身旁战着的巨鲁大姐姐 大姐姐的家族技能是好感度 无论何人都会对他充满好感 并做出对他有利的行为 露出的肌肤越多对方的好感度就越高 另外跟占星老师一样难搞的还有治愈老师 大金猫在开学时把他暴打了一顿 不过被入间进化后大金猫决定不再用武力 而是向治愈老师诚恳的道歉 治愈老师感受到了大金猫的诚意 也给大金猫盖了张 入间其实也没闲着 他到处在校园帮忙校工们的工作 以换取老师们的情报 还有就是请会长帮忙写了张推荐信 现在除班导师以外 所有老师的许可书都已经弄到手了 原本收集完所有老师的盖章后 班导师也必须要盖章 这时他却说你们没有收集完我盖啥章啊 只要在学校工作的人都是教职员 也就是说不管是小卖部老板还是校工等 全都是教职员 好家伙还玩起了文字游戏 虽然教师班前不被允许 但班导师还是承诺会帮他们整修教室 入间等人进了 班导师一开始就没打算要给他们进入武王的教室 不过事情还是迎来了转机 这时被入间帮助过的所有校工都带着许可书走了进来 所有教职员的许可书都在这里 班导师差点没气死 只能遵守约定把张盖上 第二天所有学生都来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 随着钥匙被插入 王的教室被打开了 大家兴之勃勃的进去探索新环境 只有入间对这些都不感兴趣 他感兴趣的只有眼前巨大的王之遗之 这一刻起没有任何人可以动弹 那一瞬间所有人仿佛都看见了魔王的身影 第二天呢入间的二周期也就结束了 不过新的苦恼开始了 满满的设施现场 入间卑微求原谅 王之教师事件到这里就结束了 原本一直被大家歧视的问题而同伴 也被拉到了崇拜和羡慕的目光下 可能这才是二周期的入间原本的目的吧 这边呢虽然问题儿童班得到了王的教师 不过眼前他们又遇到了另一个问题 虽然暑假就快开始了 但在暑假之前还有一个期末考 不及格的话暑假就要用来补习了 而入间就即将陷入补习的噩梦了 因为在人界的时候入间就没这个机会学习 现在突然要他学习成绩自然是差得不得了 虽然有萨利班的翻译入间看得懂字 只是问的问题近视线关于恶魔和魔法的事情 阿里也事先和入间告了别 入间是升到三阶阿里才有的尸体 成绩不好导致降阶的话阿里可能就消失了 没办法阿斯就决定帮入间开一个学习会 阿斯呢给入间出了一些提议 看看入间的程度到底在哪 结果入间拳都打错了 在入间气馁之时他看到了其中一门空想生物的学科 里面问的拳都是关于人界的问题 于是入间就变得自信了 阿斯就提议入间去装供魔戒史如何 于是他们就来到装供魔戒史的教室 结果发现原本的老师请假了 由一个非常恐怖的老师巴拉姆代课 而且他也是班导师的好朋友 听到巴拉姆的名字阿斯想就指册了 但入间想起巴拉姆就是空想生物课本的著作 又心智勃勃冲了进去 结果发现这个老师有那么一点点特别 喜欢把学生捆绑着上课 除此之外他还非常喜欢跟学生有身体上的接触 据说触碰学生是为了寻找合适的实验体 但他触碰到入间的背后时非常惊慌 直接把他拉到办公室 喊着入间没有翅膀 先去一发自己阿里把身体变换成了翅膀 入间这才逃过一劫 考虑到入间可能不想被别人看见自己小小的翅膀 巴拉姆就拔下了口罩 让入间看见了自己特殊的牙齿 这样就算是扯平了 交流下来入间发现巴拉姆其实还挺亚杀戏的 只是各种怪皮让学生受不了 比如说入间就在不经意见说出了自己是人类的真相 巴拉姆差点没吓死 怕自己悟伤了珍贵的空想生物 所以他时不时就会来查看入间的情况 见入间在学习上出了一些问题 就画了一些简单易懂的绘本让入间更容易学习 其他问题儿童们也开始互相帮助 以争取在暑假一起出去玩 这天班导师发下了试卷 因为巴拉姆简单易懂的绘本 入间这次算是勉强通关 而其他问题儿童也在互相帮助下全部顺利通关了 入间就急着把这个消息带给巴拉姆 结果发现他剪了个清爽的短发 班导师看到后直接笑碰了 巴拉姆和班导师是学校为二等级8的老师 巴拉姆的家族能力是虚伪零 能察觉到一切谎言 魔力直接覆盖了全校 考试作弊的学生无意没有被他抓到 不过只有一个学生他怎么也看不透 这边问题儿童班全都逃过了补习的命运 那不得开个party庆祝一下 男生们都聚在一起玩了 不过这天原本是入间给会长读漫画的日子 只能给会长发消息说去不了了 会长直接把不开心写在了脸上 不过这时刻拉拉却突然出现把会长拉走了 说是他们也办了一个女生聚会 那女生聚在一起都聊些什么呢 不必想都知道肯定是恋爱话题 会长和克拉拉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直接自己脑补了和入间结婚的画面 会长这才意识到敌人出现了 大家畅谈许久后都各自交换了联系方式 这边呢暑假终于是开始了 最高兴的肯定是沙利班了 这时欧佩拉提醒沙利班记得把人情还了 在欧佩拉细说坏心事的时候 班导师的噩梦就要开始了 第二天沙利班让班导师对所有问题儿童进行加法 尽管班导师千万个不愿意 但恶魔是很注重上下级关系的 班导师不得不乖乖听话 班导师想说数战数绝 但事情怎么可能这么简单 第一站是阿斯家 不过阿斯开口闭口都是入间 班导师也无奈呀 这时阿斯的两个妹妹就跑出来抱怨阿斯 满脑子都是入间 最近都不和我们两个一起玩了 只是阿斯还是坚定入间至上的理念 这时管家就说到 阿斯以前高傲冷漠 但遇到入间后却开始改变了 虽然每天都过得很开心 但如果只把自己局限在入间 那阿斯是无法进步的 下一站是克拉拉家 克拉拉一家上来就白血症 班导师直接掉头离开 不过狼窝 其实你想近就近 想离开就离开的嘛 克拉拉一家热情款待着班导师 这他人一番后 班导师终于是进入了主题 克拉拉虽然只会惹麻烦 但懂得运用自己的力量 并换位思考的话 还是很有前途的 那克拉拉一家就特别想知道 如何才能换位思考 就这样过了两个小时 但这才第二站 班导师的噩梦还远远没有结束 有的家长要求班导师决斗 有的偷班导师钱包 甚至还有找班导师做金贵戏的 痛苦的一天终于到了最后一家 也是班导师最不想去的 萨利班家 这时欧佩拉学长出来 招待了他可爱的学弟 传闻在学校驻守着 一个666人展的看守者 班导师因为跟看守者 长得怎一向而被误会 时常有人找他麻烦 这天他终于找到了 那个让他背锅的人 那就是看起来人畜无害的欧佩拉 在欧佩拉的强迫下 班导师开始了家法 其实路坚没什么问题 就是经常身处麻烦的中心 班导师表面上 看起来很讨厌问题儿童们 但其实对他们还是很用心的 每个问题儿童的资料 他都做了详细的笔记 这边班导师为了感谢 家长们的盛情款待 班导师决定给问题儿童 增加暑假作业 顿时哀嚎声连连 像不像老师给作业师 讲台下的你呀 这边呢暑假开始了 同学们聚在路坚家门口 打算邀请路坚 一起去华特公园玩 很快呢大家的组团来到游乐园 原本还是欢乐的气氛 他们却看到了最不愿意看到的人 原来是萨利班不放心才安排的保镖 顺带一提会长也来了 不过呢很明显会长脸上写着不开心 原来会长以为入见只邀请了他一个 晚上睡不着衣服也跳了很久 结果白高兴了一场 这边呢华特公园终于是开幕了 他们想各自尽情的玩耍 却被保镖们制止了 你们分散了我们是要怎么监督啊 最后决定分成三组 而且还进行了一场比赛 玩得最乐的那组有奖品 但最后一名的组合有翻倍的暑假作业等着他们 大家抽签分组 最可怜的就是小黄帽等人了 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没来过游乐园的入见对这里的一切都充满好奇 就在这时出现了一道似曾相似的光芒 没错就是罗米 这里呢是他家的游乐园 罗米拿出了自家钥匙想带大家去玩一些刺激的 原来游乐园底下其实是一座监狱 运行游乐园的设施需要庞大的魔力 囚犯们就每天在地下提供魔力 不过巴拉姆肯定是不会让他们去这么危险的地方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企图毁灭学校的社长齐里欧吗 他就关在这底下 这天呢齐里欧就把一些囚犯聚集在一起 原来他们在计划着越狱 外面有齐里欧的熟人负责把他们接走 他们就是有名的凡族集团六子众 六子众将在今天破坏这里 只要协助他们就可以顺利逃跑了 那时这里将陷入火海 齐里欧的绝望狂想起又要想起了 欧贝拉的女子队来到衣服店试穿 克拉拉就选了一件特别大的衣服 这时店里的眼睛娘就叫做一个小老头 小老头瞬间就帮克拉拉把衣服剪成合适的大小 相反小黄帽这队就很惨了 有着一个暗黑大帝跟着怎么会玩的开心呢 这时就来了两个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带他们玩了一把设计游戏 但看着朋友圈的照片发现别的队伍似乎玩的更开心 就选了一个别的队伍没去过的地方 但是呢被班导师制止了 因为那里是恶魔们用来做非法教育的巷子 去了可能就出不来了 而入坚这边有罗米带着肯定是玩得最开心的一组 只是玩着玩着的入坚就迷路了 不小心走进了暗巷 就要被拐走之际一个大姐姐救了入坚一命 大姐姐也是这里的工作人员 她把迷路的入坚带了出去 只是不知为何大姐姐似乎对入坚很执着 还带着入坚各种玩 最后呢入坚跟阿斯德人成功会合 到了这里六指众的游乐园毁灭计划也正式开始了 其实六指众早早就伪装成功做人员混入其中了 他们分别在游乐园的三个地方放出了召唤兽 时间回到几分钟前 入坚小队的阿加蕾斯就感受到地面有些不对劲 他的家族能力是睡床 能随意改造地形 所以在冲击降临之前 他就提前做好了防护罩 入坚这边出现的是赤龙 女子队的是巨大的老鼠 小黄猫这边的是青牛 遇到这种情况扳倒时就热了 这不是很适合用来训练学生的默契吗 几人只能四处逃窜 因为他们压根就没学过攻击类型的魔术 顺带提神士男的家族能力是翻译 能听懂各种语言 包括眼前的魔兽 盖布的家族能力是风太刀 可以将风变换成刀刃 是他们之中唯一的攻击系能力 显然凭着盖布一人是无法击败青牛的 这时安德鲁就想了个计划 由小黄猫先倒走青牛的一颗眼睛 神士男的翻译吸引青牛注意力 这样一来他们就能站在青牛的死角进行攻击 不过呢他们还是小看了青牛 攻击根本没卵用 这个时候半导师走了过来 问安德鲁说你脖子上的哨子是白美的吗 这个哨子是安德鲁的哥哥送的 能发出强烈的音波 于是乎安德鲁自信了 又制定了一个计划 神士男的翻译技能本质上就是生物的同帅 附近的鸟都被神士男叫来扰乱青牛视野 再来小黄猫盗窃了青牛的听觉 该部掩护安德鲁 并把他送到青牛的耳朵旁 配合小黄猫解除听觉盗窃 安德鲁吹响了哨子 强烈的音波直接关入了青牛的耳中 几人高兴之余青牛又发起了攻击 好在半导师及时出手了 半导师发起了攻击 于是乎捏了杀开始了 几人还不忘拍一张照片炫耀一番 另一边呢 六子重已经打入了监狱内部 准备救出七里欧 其他囚犯也纷纷趁乱逃跑 这时就有囚犯担心了 最上层有一个超强的看守长 由这能捏碎万物的家族技能握手 但他和六子重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小老头直接就把他捏爆了 囚犯们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另一边陆坚发现有一个小孩被瓦力困住了 但却没有任何一个恶魔愿意伸出援手 陆坚冒着生命危险冲了进去 这时刺龙却发起了攻击 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 陆坚其实有着压倒性的回避能力 掉下的石头全都被陆坚躲开了 随后陆坚决定去救出所有受难者 其他人都看见了陆坚的决心 纷纷上前帮陆坚开路 而另一边的女子队 欧佩拉让女孩们全去避难 自己来对付这只巨属 不过欧佩拉一人对付起来 属实有些吃力 好在会长中途者反回来帮助欧佩拉 会长是少数的六阶恶魔 家族能力是幻想王 越是知心越能引出力量 不过实际上就是一种自我催眠的技能 如果惧怕对手就肯定会输 对手放出毒气 只要我相信我没中毒我就没事 随着会长无敌的一脚打在巨属头上 巨属也就这样被会长断送了性命 另一边在避难所里 为了安抚民众们的情绪 克罗姆瞬间化身偶像开启了演唱会 很快民众就被克罗姆治愈了 甚至忘了现在正处于危机当中 另一边救完受难者 阿斯跟大金毛也要开始屠龙了 两人还边打边吵呢 比谁造成的伤害更高 可以说是完全压制住了赤龙 这时赤龙就看不下去了 没把老子放在眼里是吧 赤龙直接就对入剑的人发起攻击 不过巴拉姆挡了下来 阿斯放松之余赤龙来到阿斯背后 赤龙的攻击正中阿斯 入剑都慌了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 大金毛在那一瞬间筑起了盾牌 尽管如此大金毛还是受了很重的伤 阿斯不明白 他们明明是在竞争 大金毛却舍身保护他 大金毛只是说这很帅气 阿斯想继续攻击 大金毛却说撤退 他斥责阿斯说 现在的你根本不可能答应 你此时此刻的野心根本就不是胜利 反有实力却一直局限在入剑身边 丝毫没有成长 阿斯也意识到确实是这样 于是便跟着大金毛一起撤退了 但赤龙的攻击没有停下 巴拉姆只能出手 巴拉姆弄了个植物系的召唤兽 于是乎虐杀又开始了 原本是已经打赢了 结果倒下的另外两只魔兽 突然就跟赤龙合体了 欧佩拉带着会长赶到 他眼下已经不是这些孩子能对付的情况了 于是乎欧佩拉只能强迫入剑 把板倒师召唤出来 原以为会是一场漫长的打斗 结果三人一人一发攻击 合成兽就倒下了 没办法六只中只能选择让合成兽自爆 这一炸整个公园肯定会消失 包括避难所 但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疏散难民 在无计可思之时罗米站了出来 虽然他没有任何攻击力 但他可以吸引合成兽的注意力呀 这时入剑就抓到机会 让阿里把合成兽罚射的魔力全部吞下 阿里说难度有点高 但只要入剑发挥想象力也不是不能做到 最后呢合成兽的魔力全都被入剑吞掉了 大家的性命和游乐园都保住了 可以说是皆大欢喜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逃犯们都怎么样了 囚犯们都冲到了最后一道关卡 却撞见六只中集体迎接七里欧回归的画面 囚犯们这才知道自己只是坏而已 眼前这个男人才是真正的恶 简直就是最完美的繁足者了 接着爱先父子为入剑的人办了游行 甚怕别人不知道他们就是拯救游乐园的英雄 七里欧在一旁看 才知道又是入剑在破坏自己的计划 13罐之一的巴黎提醒七里欧赶紧撤退 魔罐数的人就快到了 入剑等人的游乐园一日游也到此结束了 罗米的父亲还请他们吃了一顿好的 结束之一入剑和会长在天台单独聊了一下 会长鼓起勇气邀请入剑 下次一起单独出去玩 不过在此之前呢 克拉拉先拉了入剑和阿斯到家里玩 博布奇安克拉拉一家上来就摆起了证 其实这里没什么好说的 他们就各种吃各种玩 还跑到森林深处打怪 这边呢会长已经精心制定好了和入剑的约会计划 但拿起手机想发出邀请时却还是很紧张 好的呢入剑先发来了消息 会长的第一个计划是小鹿乱撞的惊喜 先不告诉对方约会地点 让对方打从心底的期待 第二天会长就穿着泳装在水族馆等着了 这时你可能就要问了 那水族馆穿泳装干嘛 原来这里的水族馆还提供了水上设施 入剑呢也很兴奋 第一个计划算是完成了 约会计划 众所周知 牵手就是约会的基础 只要牵手成功距离一下子就能缩短了 会长呢一直在等待时机发起公事 终于出手时发现自己的个子实在是太大了 会长高得只能碰到入剑的手臂 于是乎牵手计划落空 约会计划 旗三 万水上滑梯时男生在后方支撑住女生 一直达到小鹿乱撞的效果 不过呢双方的立场好像相反了 约会计划 旗四 水上约会的基本仪式 互相泼水 诶我泼 你怕不是想杀死他吧 约会计划 旗五 利用沙坛排球表现出自己天真无邪的一面 球来了哦 入剑 幸好入剑有救济躲避能力 不然这一球下去会每月趁入剑就先挂了 约会计划 旗六 互相为时是情侣增进感情的基础动作 你不要过来呀 于是乎会长的约会计划基本上都已失败告终了 但其实入剑是玩得挺开心的 这边呢 入剑就给克拉拉等人选了伴手离 于是乎会长就吃醋了 现在所有计划都失败了 会长想着至少让入剑心跳加速才可以回去 于是乎他们来到了占卜秀 负责占卜的大鳄鱼会选出场上最般配的情侣 结果大鳄鱼一上来就暴走了 因为呢入剑在这一天下来一直在玩水 掩盖气味的香水被冲掉了 大鳄鱼这才暴走想把入剑吃掉 好在呢会长有在场 最后再一个公主宝完美收场 虽然立场还是烦了 不过呢在最后会长因为脚受伤 入剑把会长的重量变轻 然后来了一季公主宝 时尚最棒的约会也到此结束了 这边呢入剑终于完成了 半导师翻倍的作业 之前就有说到 在游乐园玩得最热的那组有奖品 但最后一名的组合 有翻倍的暑假作业等着他们 沙利班就觉得 大家都是第一名 大家都有奖品 与此同时呢 半导师就觉得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其实大家也都是最后一名 于是乎全员的暑假作业一起翻倍 不愧是你又在那玩文字游戏 暑假结束前呢 沙利班就带着陆坚一起到街上购物 购物结束之于 陆坚询问沙利班如何才能成为魔王 在很久以前 消失的魔王德尔奇拉还在位时 沙利班曾经服侍过他 这天呢是13关会议 但魔王却懒生的在服侍着 自己创造的魔界 沙利班惊了 原来我的孙子也想当魔王 但陆坚说自己服侍这个意思 因为听大家说 沙利班其实可以成为下一任魔王 但沙利班却拒绝了 所以陆坚就好奇 沙利班为何不当魔王 以及好奇如何才能成为魔王 沙利班说魔王即是魔界的全部 所有决策都由魔王一人决定 且要上人必须获得13关全员的认可 沙利班实意陆坚看看眼前的场景 看到大家脸上的笑容了吗 都是消失的魔王一手创造的 沙利班担心的是 如果自己成为了魔王 那自己是否有能力守护这份笑容呢 当然沙利班其实更好奇 如果陆坚成为魔王的话 会打造出什么样的魔界呢 陆坚呢也开始思考起了这个问题 晚上陆坚翻起了魔王预言书 他将一切种族收入回下 缔结血之契约 治愈世间万物 他从异界降临 右手带着所龙们之界 而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陆坚也将继续他不然万丈的魔界生活 总得来说呢 第二季的爆点不是那么多 基本上都是以日常为主 只是感觉上少了那么一点新鲜感 而且后期都是靠会长支撑起来的 不过呢我还是看得挺乐的 所以我认为第二季还是挺成功的 不知道各位兄弟们觉得怎么样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 以上就是陆坚第一第二季的全部内容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季 反而随着二周期和游乐园袭击事件 入见等人一战成名 再来还获得了王之教室 一进入学校 问题儿童们就被粉丝们重重包围 会长看了眼红 问题儿童们倒是玩得挺乐 毕竟从原本被排挤的生活 走到现在数时不容易 但其实最不容易的还在后边 这边结束了暑假 自然就迎来了新的学期 班导师更是呼吁问题儿童们 把心收回来好好上课 接下来等着他们的活动多到数不胜数 例如收获节、音乐、节日等 当中自然也会掺杂着许多生接的机会 但是 只有问题儿童们是特别的 想要继续使用王之教室 有那么一些些严格的要求 只见班导师戴上耳罩并召唤出了大神功 大神功接手代替班导师讲解 问题儿童们人都正傻了 简单说明就是问题儿童们 需要在升到二年级之前 把自己升到等级4的达雷特 等级4本是巴比路斯学校的毕业门槛 然而现在却要问题儿童们在升到二年级之前达到 无疑是在刁难他们 失败的话就不能继续使用王之教室 问题儿童们全员听傻了 好不容易体验到这极乐世界怎么能说走就走呢 回去那间破旧教室的话 估计又要被看不起 当然班导师也不是这种不讲道理之人 再怎么说也不会提出无法实现的课题 所以为了让问题儿童们顺利升到等级4 班导师为他们请来了特别讲师 福尔福尔军巢为安德鲁和安洛舍的负责老师 同时他也是摩古大战的三大英雄加系之一 为13冠中三杰比列的弟子 威帕为盖布和阿加雷斯的负责老师 爱哭泣的人鱼老师 也是三杰中利威女士的弟子 莱姆为克拉拉和伊克斯的负责老师 帽子先生为卡伊姆和克罗姆的负责老师 巴拉姆为萨伯诺克和阿斯莫德的负责老师 好了这边同学们都分到了自己的特别导师 只剩下陆娟和夏克斯没有被分配到 他们人都傻了 剩下的只有暗黑大帝班导师了 但好在班导师不是这次的负责老师 他俩的特别讲师是最靠谱的罗宾老师 这才是令他们最傻眼的地方 给个傻子带男不成是要我们变成傻子不成 好了不管怎样特别课程开始了 这边一放学老师们就来教室抓人了 为了培育他们升到等级 是老师们可谓是煞费苦心 老师们的言心可以说是比问题的儿童们都来得高 升到等级是算什么 福尔福尔军朝想把他们培育成最狡猾最不服输的一年级 威帕想把他们培育成最擅长加戏能力的一年级 巴拉姆想把他们培育成最会干架的一年级 帽子先生想把他们培育成最优秀召唤师的一年级 莱姆想把他们培育成最性感的一年级 至于罗宾那边全靠气势 陆娟和夏克斯又一次傻了 这边陆娟给会长发来消息 说是漫画读书会因为特别课程要暂停了 这让会长想起了恋爱漫画里的某一个桥段 女主为了让男主成长接受了短暂的分别 而接下来的收获结对入见来说同样重要 会长也只能欣然接受 这边呢罗宾自然知道自己靠补助 于是找来了自家表姐来协助特别课程 但实际上是沙利班杀费苦心才把她请过来的 她一上来就因为罗宾迟到而赏了她一巴掌 巴巴托斯巴奇可 同样是摩古大战三大英雄家系之一 她有着绝望的遇产之称 因为三人的迟到巴奇可非常的不爽 所以入见等人首先要做的就是让她兴起想当导致的想法 这期间巴奇可提出了各种不合理的要求 让两人苦不堪言 不过巴奇可还是不满意 毕竟心智这玩意而不是说来就来的 现在她想看一些可爱的东西 于是女装入见三度登场 这边入见和夏克斯依然穿着女装在做巴奇可的抛腿 这次呢巴奇可又提出了不合理的要求来为难她俩 说实有一种巨龙头上长着两颗草莓 当着点心再合适不过了 但她俩好不容易摘到后巴奇可却表示不想吃了 然后就把她俩赶了回去 入见和夏克斯人都傻了 接连几天都持续这个状态 夏克斯人都气傻了 这根本就只是普通的抛腿 跟特训根本就毫无关系 于是乎夏克斯提出一起找罗宾修行去 尽管她不靠谱 但至少比跑腿要来的好 只是呢入见觉得巴奇可可能有她自己的考量 于是决定继续当跑腿 这边巴奇可其实也很惊讶 他没想到入见竟然能坚持到这个地步 毫不留情的抨击入见说她是个傻逼 入见人都听傻了 这还是她第一次感到这么的不甘心 打电话给阿斯莫德却发现明明是睡觉时间 她却还在训练 克拉拉也是如此 看大家都在努力入见开始慌了 自己只是被骂傻逼而已就哭伤着脸 于是乎入见开始觉得就算是当跑腿 也要当个满分跑腿 第二天入见绑起头发当起了管家 这个想法也是没谁了 这边放学后问题儿童们开启了分享会 谈谈最近特训发生的有趣日常 该部和阿加雷斯可以说是非常惨 微怕想把他们培育成最擅长加系能力的一年级 他们的加系能力非常优秀 但也仅有在地面上才是如此 于是微怕把他们关在了自己的水牢里 试图这样来让他们突破自己 让他们在被克制时也能战斗 夏克斯这边的话被罗宾要求连续通宵打游戏 说是提高集中力的特训 而莎伯诺克和阿斯莫德连家都没有回过 巴拉姆说是只有打到他一拳才能回家 就这样他们日复一日的在挨打 课程虽然简单但可怕自己 另外由福尔福尔军朝训练的安德鲁和安洛舍 现在也生死不明 克拉拉和伊克什则每天在学习诱惑男人的动作 卡伊姆和克罗姆每天都和野兽们关在一个笼子里 入见的话自然就是跑腿日常了 就在这时导师们同时给问题儿童们发来信息 说是训练时间到了 带着身上等集市的决心问题儿童们启动了 另一边萨利班找来了巴奇可 巴奇可人都吓傻了 自己崇拜的偶像竟然出现在了自己面前 萨利班提取特训一次巴奇可人又傻了 这特训一次完全给忘记了啦 于是乎他立马给入见发信息 说是要为他制作新武器 向入见说明后巴奇可站了起来 他能教会入见的只有一件事 巴奇可说他是罗宾的亲戚 罗宾是分家他是本家 所以他和罗宾的能力几乎相同 之前罗宾也有展示过一次他的能力 魔谷大战的三大英雄加系之一 巴巴托斯 绝望的渔铲说的就是巴奇可 巴巴托斯的加系能力为摆设摆重 能把避重的剑不断发射 直到集中力达到极限为止 罗宾先前用的和巴奇可有些许不一样 罗宾的只是一天只能用一次的遗色避重 他们家族真正能做到摆发摆重的 只有他以及统领和大统领 大统领就是摩古大战的三大英雄之一 之前有许多恶魔来找巴奇可学弓箭 但能做到绝对集中的恶魔少之又少 弓箭手的职责就是在远处狙击 让战局逆转全靠弓箭手 但巴奇可认为没有恶魔能做到 说到底恶魔根本就不适合使用弓箭 听到这里入箭就热了 对于不是恶魔的入箭来说 这一招非常帅气 接着巴奇可带着入箭来到传说中的魔具研究社 说是要在这里帮入箭制作弓箭 入箭人都傻了 入箭首先需要先说服这里的怪人 替自己制作弓箭 这就是入箭的第一个课题 带领巴奇可没想到的是 原来入箭也是这里的怪人之一 虽然说这个社团真的很怪 但经过入箭的细心照料 现在已经变得正经一些了 至少现在这个社团的活动是很干净了 但下一秒入箭就啪啪打脸了 在眼镜男艾利格斯的带领下 这个社团恢复了以往的怪状 社团里奇怪的东西越来越多 当然这都是艾利格斯的功劳 正好可以让入箭选择合适的材料来制作弓箭 入箭要做的就是挑选适合的核心 什么样的核心就塑造什么样的弓箭 例如木的话就是木工 花的话就是花工 通过咒语克华尔兹克华尔兹 能把任何核心变换成弓箭的形态 而制作出来的弓箭会反映出主人的性格或者心情 听完艾利格斯直接就兴奋了 立马做了把会长弓箭 这边陆箭看上了精简首领的羽毛 就是在第一季飞行竞赛时出现的那只大鸟的羽毛 总之陆箭试了一下 第一次做还算是有模有样 但巴奇可觉得陆箭做的工一点个性都没有 就这样陆箭试了好多次 但巴奇可都不满意 于是后巴奇可直接不给陆箭机会了 尽管羽毛还剩下很多 巴奇可把一根羽毛递给陆箭 说这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了 毕竟战场上是没有那么多机会可以给陆箭慢慢试的 这次的收获季属于生存竞赛的活动 战场上弓箭手需要精准的做出判断 掌握好机会才能突破重围 如果陆箭没有办法掌握好这一次的机会 那也只能说明他没有当弓箭手的天赋了 说完巴奇可说是要出去购物让陆箭好好享 但实际上巴奇可早就死心了 之前他教过的所有学生几乎都放弃了 尽管有些坚持了好久 巴奇可也是尽得全力在教 巴奇可一直希望培养出一个非常牛逼的弓箭手 但学生跑了一个又一个 尽管小表弟一直在安慰巴奇可 说是你想见到的牛逼弓箭手一定会出现的 可巴奇可最终还是放弃了 所以这次的入见他其实也不抱有任何的期望 好了我们先来看看其他的问题的儿童们都过得怎么样了 盖布和阿加雷斯依然在接受水行伺候 威帕虽然很同情他们 但也只能不断的安慰自己在50秒就好 在50秒就放他们出来 然而就在这时两人终于突破了不隶属性的克制 盖布能自由操控风 这波他终于领悟到了水的流动 从而当作风一样操作起来 而阿加雷斯能操控自认为是水床的地面 花了好长时间他才终于把水刃支成地面 反正这两人是通过失恋了 这边帽子先生想把学生培育成最优秀的召唤师 所以把卡伊姆和克罗姆和魔兽们关在一个笼子里 目的就是让他们与魔兽进行交流 但如果怕肮脏的话 对召唤师来说是一个致命的弱点 然而克罗姆却用了相当神奇的方式 克服了这个难题 魔兽们纷纷被克罗姆的气势压倒 全都不敢靠近他 毫无疑问克罗姆拥有的是女王的风范 而另一边的绅士卡伊姆则和魔兽们相处得很融洽 这边罗宾以训练注意力为课题 天天不分昼夜的在和夏克斯打游戏 打了好久夏克斯始终都没赢过罗宾 罗宾胜卷在窝认为夏克斯已经无法专心了 但正当他想着放水时却被夏克斯无情打败 罗宾不禁感叹夏克斯的注意力终于开始提升了 这里说一下夏克斯估计是真的被刺激到了他的刺激感 使用感官窃取的话窃取的部位会变成黑色 所以排除了他使用能力获胜的说法 这边萨伯诺克和阿斯莫德一直以来都是单打独斗 所以一直都碰不到巴拉姆 于是乎想了很久他们还是决定联手了 这才终于碰到了巴拉姆 另一边克拉拉和伊克斯的训练成果终于是出来了 伊克斯的诱人指数直线上升 克拉拉的话则有些微妙 虽然看起来好笑 但他也有出其不意的绝招 连莱姆本人都觉得非常惊讶 这边巴奇可还是决定再搏一次回到了魔具研究社 而陆坚一个人在苦恼着自己究竟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功 这时阿里久违的跳了出来 他让陆坚灵活一点 又不是说非得用功 趁这个机会换个老师也行 但陆坚也有他自己的坚持 之前被骂傻逼陆坚到现在还耿耿于怀 不给巴奇可点颜色看怎么能行 于是乎阿里询问陆坚最不想让人知道的欲望是什么 陆坚想要和问题儿童们一起升上等集市 至少也得是个英雄 于是乎陆坚念出了化作功的咒语 真巧这时巴奇可回来了 巴奇可人都看傻了 实际上导师们被下令 只要确认了学生没有升上等级市的职质就马上撤退 所以知道问题儿童们各个骨骼惊奇 超越常人的努力让他们得到了认可 以至于他们又经历了各种地狱 好了现在收获季终于要开始了 看着他们的成绩 班导师也罕见的对问题儿童们充满了期待 经过了巴奇可的调教入捐现在是自信满满 巴奇可提醒入捐可以用攻的次数只有两次 要他只有碰上紧要关头才能使用 这边问题儿童们也都通过了失恋 班导师更是罕见的对他们充满了期待 现在一年级的实际考试收获季终于要开始了 这边简单说明一下收获季 学生们需要进入巨大的丛林舞台寻找食材 里面充满了沼泽地 岩石地带和各种洞穴等 收获季属于个人站 通过学生获得的食材的分数来决定名次 当然想要跟别人合作也不是不行 甚至想要用剂互相欺骗也不是不行 总之只要能想得到 学生们就能用尽自己的必胜所学 踩在别人头上来获取优胜 去年的优胜则是我们的学生会长 据说是以59000的高分获得的第一 这边一个广播师团的搞笑男 瓦尔普跳出来分析情报 所有一年级的情报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像是有个叫纳拉夫的恐怖考生 浑身都散发着恶臭 靠近他的人都会倒地不起 这边还有名为多洛多洛兄弟的二人组 伊奇洛和尼洛 他们原本应该是二年级的学生 但因为经常敲课到北方的战场而留机 另一边还有一年级的万年老二欧洛巴斯 也是这次的优胜候补 据说他各种考试的位居第二 而且传闻他还是有意为之 但果然这次备受关注的还是问题儿童们 他们不仅获得了王之教室 还在华特公园大显身手 理所当然的他们也是多数人的主要目标 这边说吵吵吵吵到 问题儿童们带着伤痕累累的身躯来到考试现场 大家都是带着训练后的成果来到这里的 自然个个都自信满满 于是乎导致收获迹还没开始 问题儿童们就开始了内讧 大家都觉得自己受的训练是最辛苦的 反正争来争去也得不出个所以然 收获迹的比方才能让他们分个高下 这边陆坚终于来到了这里 阿斯莫德不禁感叹陆坚是越来越有成为魔王的姿势了 然而更伤感的还在后头 阿斯莫德努力做的特训完全都是为了在陆坚面前不丢脸 这次的收获迹他也是完全不在乎的 毕竟他早早的就升到等级式了 好不容易等到训练结束以为能回到陆坚身边 却不曾想这次的考试又要将他们分离了 好了现在收获迹正式开始了 考试时间为6666分钟 一共有四个入口 考生们可以自由选择想要进的入口 这边进入前问题儿童们聚在一起韩奇的口号 阿斯莫德努力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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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开始学生们蜂拥而入 收获迹採积分字 根据食材的获取难易度来决定分数的高低 结束时被发现是仿制品的话将直接失去资格 还有就是学生之间的争斗是不允许的 老师们也会在森林中站岗以确保学生们的安全 一般小型植物大概在10分左右 像是一些个体较大且具危险性的猎物分数就会更高 但大多数学生都会选择狩猎低级猎物来慢慢累积分数 另一方面场内还有一种首领级别的猎物 一只的点数大概在3000左右 这边阿斯莫德艺人直接扫荡了大量分数高的猎物 对于阿斯莫德来说只有获得优胜才能让入坚看到他的成长 这边阿斯莫德和萨伯诺克讨论起了战术 想获得优胜的最低分数至少也要5万 之前就有说到会长以59000的高分获得了优胜 想要百分百获得优胜至少也得是这个分数的两倍以上 所以这波把目标放在首领级别的猎物上可以说是毫无悬念了 但据阿斯莫德所知有种传说中的食材叫做传说之夜 但历届考试没有人获取过更没有人见过 一旦获取就能直接得到10万分 就在这时多乐多乐兄弟悄悄的靠近了阿斯莫德 他们人都吓傻了 多乐多乐兄弟竟然能毫无气息的接近他们 多乐多乐兄弟靠近他们不为别的 他们向阿斯莫德等人发起了决斗挑战 说是要和他们决胜负 不过不是那种决胜负 毕竟暴力行为会直接被淘汰 所以比的是看谁狩猎的首领级猎物最多 他们赢的话多乐多乐兄弟将直接把获得的分数拱手相让 约1200分左右 而多乐多乐兄弟要的并不是他们的分数 之所以从战场回来是为了带某个人回去 他是阿斯莫德等人的师父 同时也是多乐多乐兄弟的师父 好了以上就是目前第一区的战况 现在来看看第二区 克洛姆直接凭一己之力掌控了第二区的全部魔兽 魔兽们全都主动的给克洛姆献上食材作为公平 再加上卡伊姆的翻译能力 控制他们就更简单了 好在呢克洛姆不喜欢暴力 不然躲在旁边观察的两人估计早就被吃掉了 这两只并不是这个地区所属的魔兽 所以可以肯定这两只都是克洛姆的死魔 到了这里克洛姆就乐坏了 引人注目一直都是他的梦想 现在陆绢不在这里 没有人可以忽视他的美丽了 想到特训纳活的痛苦 克洛姆不禁发出了悲鸣 训练的同时还要兼顾演艺事业 加上那些魔兽根本不懂自己的可爱之处 而现在他抛下了自己的可爱 剩下的就只有美丽了 说完魔兽们全都燃了起来 来说说要熬过这四天收获季都需要些什么技能 第一自然就是力量 现在第一区和第二区已经正处于强者至上的阶段了 第二就是知识 像是植物社团的成员在收获季就拥有极大的优势 在不会动的植物中有许多不容易被发现的罕见食材 这样看来收获季根本就是植物社团的天下了 当然在这之中还存在着拥有第三种能力的人 那便是最狡猾之人 这边几人以植物社团的索拉斯和安洛社为首组队 裁了将近1500分的食材 到了这里他们需要把食材送到报告塔换取分数 分数会在时间剩下一半时发表 原本说是会把分数评分给一起组队的人 但索拉斯刚刚说有1500分的食材其实是骗人的 这两代至少有2000分以上 索拉斯跟安洛社提议多出来的500分他两平分 这边是收获季必不可少的谋略 有战略格局的人人生格言一般都是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遇 但显然索拉斯就有十个弟弟 面对智商天花版安洛社他还是略逊欲仇 安洛社的战略思维是大小坚固 大到全局小到局部 这个塔甚至是里面的老师都是假的 他让索拉斯闻了一种能打乱方向感的花 带着他来到了安德鲁甲办的报告塔 这波直接就把2000分拿下了 他俩不禁感叹经过了地狱般的训练 他们终于是成功了 时间回到特殊那活 福尔福尔军朝把他们带到了魔戒俱乐部 但就在享受完乐园后地狱却开始了 因为福尔福尔军朝直接就把他们给卖了 福尔福尔军朝不仅没帮他们付钱 还把自己的债务推给他们 两人这才意识到这都是这个男人设下的陷阱 这便是大人之间的耳鱼我诈 就这样两人开启了打工日常 但就是这样枯燥且乏味的打工 却让两人收获了大批技能 他们以旁观者的角度站在了全局 看到成年人之间的进退攻防 久而久之他们就获得了 传测对方内心想法的能力 这边他们惯例和福尔福尔军朝玩猜硬币游戏 只要猜中硬币在哪只手福尔福尔军朝便答应放走他们 很显然他们一次都没赢过 也完全没看出福尔福尔军朝到底用着什么手法 但他们也是有野心之人 经过了三个星期他们再次挑战福尔福尔军朝 当硬币扔起的那一颗安德鲁发动技能 在不知不觉中就把硬币抢了过来 毕竟猜的是硬币在哪只手 并没有特别规定是谁的手 他们要找的并不是被骗的原因 而是反向思考 思考要如何骗回去 他们说是总有一天一定会想方设法骗倒福尔福尔军朝 看完全常都为他们欢呼 就在这时福尔福尔军朝感动得大哭了起来 然后嘲笑他们猜错了 两人连自己的手法都没猜到 还谈何如何打败他呢 人约是在觉得自己占优势的瞬间都会失去警惕 这也算是给两人上了一课 福尔福尔军朝表示 如果两人在收获季获得优胜就接受他们的宣战 这不过看来是非赢不可了 现在第一第二和第三区都被问题儿童们占尽了风头 剩下就是入卷所在的第四区了 只见一大群人聚在一起似乎在包围什么大型猎物 但前方只有一个学生 那便是入卷 开阳只是想先击溃优秀的问题儿童 但入卷丝毫不慌的静静坐着 旁边巴拉姆算是看出了个所以然 他觉得这是入卷设的陷阱 阅历无数的入卷早就料到他们会来袭击 所以事先埋伏在这里 然后再将他们一网打尽 当然以上都是巴拉姆的个人想法 实际上入卷只是在等待料理煮熟 只见入卷大快多余的吃了起来 监考老师们全都看傻了 时间回到考试刚开始那活 入卷和夏克斯进入了第四区 看入卷这啥样 夏克斯觉得入卷就是个小白 他觉得入卷是在撒利班的呵护下长大的 野外经验肯定是没有的 但这都是夏克斯的片面之词 因为他对入卷来到魔界之前的生活丝毫不了解 巴拉姆作为力大的优胜者之一给出了建议 首先肯定是不能频繁的去狩猎 收集点数固然重要 但时间分配也很重要 收获计是为期四天的野外生存考试 第一天要做的就是适应环境 如果一开始就耗费大量体力去狩猎食材 那极有可能无法坚持过这四天 先前也出现过许多这样的例子 所以收集到的食材也必须经过合理的分配 哪些用来填饱肚子 哪些用来换取分数 都需要经过冷静的判断 这边酒精沙场的入卷重新回到了野外 自从来到撒利班家后 入卷的生活完全发生了改变 管家的细心呵护爷爷的无私宠爱 入卷可以说是过得极其幸福 但现在入卷不但恢复了被他遗忘的记忆 他的野外求生之魂更是苏醒了 夏克斯直接就被入卷的气势给震慑住了 就这样两人慢慢的融入了森林 甚至还毫无紧张感的就地做起了火锅 其他埋伏的学生全都看傻了 他们原本是来抢入卷的食材的 但食材还没见到就先被他们吃下肚了 见磁壮埋伏的学生也都纷纷放弃了 见卡老师人都看傻了 不禁感叹入卷机制过人 竟然用这种策略来回避战斗 夏克斯也赞叹入卷的生谋缘虑 疲劳和机客是野外求生的敌人 第一天要先适应环境和保存体力 现在手头没有分数也就不会被盯上了 但为了以防万一夏克斯还是偷偿了点食材 期间两人聊起了之前举办的恶魔会 恶魔会原本指的是恶魔聚集的聚会 但现在指的是男女交流加深感情的活动 简单来说就是联谊 那天夏克斯把陆坚、安德鲁以及萨伯诺克找来 约了四个女生参加联谊 为了不让女孩们反感 夏克斯在开始前就给了三人如何与女孩接触的建议 毕竟联谊依旧是战争 夏克斯早就准备好了自己的计划 只要其他人都老老实实 自己只要搞些花样就能受欢迎了 但其他人的魅力是夏克斯没想到的 女孩们更喜欢萨伯诺克不说话的高人形象 不只硬派还增添了神秘感 陆坚则是和平时一样引人注目 安德鲁也和平时一样用花言巧语讨女孩欢心 这些夏克斯变成多余的了 他试图扳回一局想展示能力却被现实给击垮了 这边两人聊得正乐 穿着玩偶装的克拉拉突然出现 伊克斯也随即走了出来 很快的入间就被克拉拉抓走了 夏克斯则单独和伊克斯兑现 伊克斯自然是来抢食材的 面对伊克斯夏克斯慌的一批 伊克斯的家族能力是好感度 无论何人都会对他充满好感 从而做出对他有利的行动 也就是说只要夏克斯无法敌过魅惑的话 他就会自己亲手把食材交出来 果不其然夏克斯没经得住魅惑 时常的食材被伊克斯夺走 但令夏克斯没想到的是 伊克斯根本没使用能力 这能力唯一的限制是无法对心仪的男性使用 夏克斯人都吓傻了 这波桃花终于是来了嘛 原以为伊克斯的公司会就此停止 下一秒伊克斯表示 夏克斯这么厉害怎么就这么点食材呢 听完夏克斯摇晃衣服交出了另一袋食材 但得知对于夏克斯的喜欢和问题的同盟都一样 夏克斯人又傻了 夏克斯这波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实际上伊克斯能做到对所有男性都疑似同仁 只要用上能力任何人都可以爱上他 但与此同时他觉得自由恋爱十分美好 如果能不用上能力谈一场恋爱那该有多好 所以说所有男性都是他的恋爱对象 特训第一天莱姆就发现了这一点 将所有男性都视为恋爱对象的他 只要学会了各种诱惑招式 最纯洁的女恶魔就诞生了 另一边克拉拉把陆娟抓走后却一字不说 直接把他装进自己的玩偶袋里 克拉拉想让陆娟看看自己的特训成果 他们来到了克拉拉的专属玩乐空间 进到这里的路间瞬间就小了一号 这里是由克拉拉的家族能力传唤 和莱姆传授的幻术结合而成的空间 需要通过将对方拉进玩偶袋里才能发动 简单来说就是进入了克拉拉的万能百宝袋 与此同时为了让人能保持通真快乐的玩耍 克拉拉特意设定进入以后都会小一号 在克拉拉的空间里玩的吃的一样都少不了 路间直接就被蛊惑了 和克拉拉在这里玩了起来 莱姆说过克拉拉的魅惑点在于自由和惊喜 这两点发挥好的话 无论是任何恶魔都会被魅惑 果不其然路间现在无疑是被玩乐迷住了 但其实路间很清楚现在并不是玩乐的时候 只是呢太好玩了实在没忍住 目前为止都在莱姆的计划当中 这个空间由着能让人玩到倒下为止的力量 能直接吸走游玩者的魔力 莱姆在和克拉拉特训时就发现了这一点 但他们似乎错估了路间的体力和魔力 玩到最后克拉拉自己也倒下了 最后克拉拉确信路间的确是被自己迷倒了 但自己也倒下就意味着他也被路间迷倒了 就在这时一刻时把两人拉了出来 醒来后路间人都傻了 这一玩竟然直接就玩到晚上了 两人不禁感叹女恶魔太可怕了 现在两人获得了5400分 路间等人则0分 收获机的第一天晚上都是导师们最忙碌的时刻 学生们不断受伤或者体力透支 夜间的魔物们占据了优势 有的眼睛锐利嗅觉过人 还有能够用声音诱骗学生的魔物 大部分学生在白天时狩猎过度 导致到了夜晚行动力和判断力下降 许多学生反而成为了魔物们的猎物 为了确保学生们的安全就需要导师们出手了 随着学生们一个个喊出弃权 导师们一个个给救了回来 当然有些学生可能中了幻术而无法自主弃权 这时就需要欧利亚斯的占星能力了 所有事情都会按照他所想的发展 至三位以来学生们的伤亡人数大幅减少了 但也有些东西是他无法控制的 这边几个女生被魔物追杀 没等到老师们得到来 他们眼前出现了一座巨大的城堡 没多想起人就冲了进去 这时一个身影伴随着身影出现 原来是女孩们惊扰了他的睡眠 随着阿加雷斯的圣事美颜亮相 女孩们瞬间坠入了爱河 无疑没有被他的圣事美颜所迷倒 甚至还对阿加雷斯动手动脚 女孩们情受般的行为让阿加雷斯非常气愤 好在该部及时回来阻止 原来这座城堡是阿加雷斯用加戏能力制成的城堡 说是城堡 但其实整栋建筑都是他的睡床 说完阿加雷斯原本想把女孩们赶走 当然老人该部却邀请他们住下来 阿加雷斯人都气傻了 乘着该部去泡茶 女孩们问起了他俩的关系 尽管很不情愿 但阿加雷斯还是说起了他们的故事 自认识以来该部天天到阿加雷斯家叫门 天一亮就把他拉到学校 但阿加雷斯只想睡觉 有天阿加雷斯好奇的问到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每天叫他起床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 该部说是想交一百个朋友 一百个朋友 这个愿望怎么这么熟悉呢 原来是跟我古剑老婆一样啊 说是把偏离正轨的人晾在一旁的话 愿望就无法达成了 虽然有时因为太多管闲事而遭人唾弃 但该部从没想过放弃 这时候该部天天带着阿加雷斯东奔西跑 带他到各种地方见市面 但这样日复一日阿加雷斯也感到厌烦了 这天他对着该部破口大骂 把该部给赶了回去 听完女孩们都是满头的疑惑 看起来他俩关系并不好 却依然天天待在一起 就在这时城堡外求救生四起 该部放下了手上的茶 阿加雷斯劝他适可而止 在收货迹收留 这么多人只会引来麻烦而已 该部说是阿加雷斯的话一定会理解的 说是去去就回 让我们重新回到阿加雷斯的回忆沙 只赶走该部后 阿加雷斯一直都心情烦躁睡不着 似乎是对该部发脾气而内疚 想着他不会再来找自己了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该部还是来了 阿加雷斯看傻了 尽管他是个白痴蛋是个好人 很快的该部带回来了一众遇难者 阿加雷斯人都气傻了 这边问题儿童们的特别导师都聚在一起 萨利班也把八七可带了过来 八七可一开始相当的拘谨 毕竟大家都是非常有名的实力派恶魔 随后他们探讨起了各自的土地们 首先是帽子先生的土地 克罗姆和卡伊姆的统帅能力毫无疑问非常强大 尽管现在不是最高分 但他们这等统帅力纵观收获季来说是历史第一 而且他们几乎没有伤害到魔兽 之前也出现过类似的学生 那就是巴拉姆 他凭着丰富的魔生物之时 且在不伤害魔兽的情况下获得了优胜 下一组是莱姆的魅惑组 凭着魅力就骗取了9400的高分 莱姆在历代收获季用的也是同一招 只是因为某个男人无论如何也魅惑不了 才和优胜插肩而过 这次是带着学生来血迟的 唯一怕的学生建立起了高爽的城堡做防御 用着最迅速的速度狩猎魔兽 目前8200分 福尔夫和军朝训练出了最狡猾的学生 用最狡猾的思路用最肮脏的手段来列取分数 目前12800分 很快的导师们吵了起来 争取了谁的学生才是最强的 还嘲讽起了陆建筑现在竟然还是0分 甚至还毫无紧张感的就地聊起了恋爱话题 听到这里巴奇克就不乐意了 气氛的炫耀取了自己的入肩 好了现在进入深夜 学生们为了第二天都静静的入眠了 然而有那么一群人压根就不睡觉 甚至还在狩猎首领级别的魔兽 那边是阿斯莫德等人 之前就有说到 多乐多乐兄弟向阿斯莫德等人发起挑战 看谁狩猎到的首领及魔兽更多 他们赢了的话 多乐多乐兄弟将把分数拱手相让 输了的话就要把他们的师父带回去 但其实阿斯莫德原本是拒绝的 比起和他们争来争去 独自狩猎更有效率 他们是奔着优胜来的 就在这只多乐多乐兄弟开启了嘲讽 最后两人实在没忍住才接下了挑战 这个带着苹果的鸟 有高达10800的高分 他身上的苹果是相当珍贵的食材 但非常非常的坚韧 以至于需要打击上百次以上才会掉落 两队人马在互相干扰下进行作战 哥哥伊奇洛属于长距离攻击选手 利落的强法 敏捷的身手 以及用不完的体力 搭配头脑派的弟弟尼洛 兄弟俩没有展现出意识的破绽 和他们相比 阿斯莫德和萨伯诺克就略显逊色了 搭配不协调还经常内讧 然而这种内讧 多乐多乐兄弟最喜欢了 他们的家族能力 逆龄 可以利用言语 让对手感情变得愤怒激昂 从而夺取对方的理智 一旦对方失去理智 就很容易可以控制住 从一开始 多乐多乐兄弟 就一点点的再用言语诱导他俩 不让他们察觉到不对劲 选对之言的话 还可以更容易激怒对方 并吞噬掉其理智 只差最后一点 就可以彻底吞噬掉他们的理智了 弟弟尼洛又嘲讽了起来 果不其然 莎伯诺克被激怒了 只要莎伯诺克攻击他俩 就会失去参赛之格 他们等的就是这一刻 好在阿斯莫德依然非常清醒 甚至采取了他们可能用的是精神支配的能力 多乐多乐兄弟相当懊悔 明明就差一点了 说是逆龄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招式 是他们师傅称赞过的能力 原本这个能力就不适合用在战斗上 主要活跃于社交和谈判 兄弟俩从小就被灌输社交术 但他们其实更像往战场上的英雄 为了追求梦想 他们独自来到北方战场 随时挣扎间是师傅救了他们 不仅把他们编入自己的队伍 还教导他们提速战术 实际上他们十分厌恶自己的能力 一般情况只会让别人感到恼怒而已 但师傅却不这么觉得 师傅发现这种能力如果用得恰当的话 是完全可以用在战斗上的 可以用于阳攻或提高我方士气 师傅告诉他们在战场上 只有最卑鄙的人才可以活下来 这之后多乐多乐兄弟喜欢上了自己的能力 有了一番攻击后 想着终于可以报答师傅了 但他却接到了命令要去巴比鲁斯当老师 他们一直忘不了福尔福尔军巢 背上的表情才追过来的 看到这里兄弟们应该都明白了吧 是多乐多乐兄弟找错了人 阿斯莫德和萨伯诺克的师傅 根本就不是福尔福尔军巢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误会 是因为他们根本没仔细调查清楚 因为他们觉得师傅非常牛逼 所以觉得他教的学生也一定是非常牛逼的 于是想都没想 就直接找来了一年集中最厉害的两人 阿斯莫德等人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他以为巴拉姆私底下也玩这么大 与此同时多乐多乐兄弟也没意识到认错人了 甚至拿怒自己都没被师傅摸过几次 却摸了他们 毕竟巴拉姆非常喜欢摸头杀 多乐多乐兄弟彻底被激怒 这波直接把嘲讽声量开到最大 他们厉害的点在于不止可以煽动恶魔 认真起来魔兽也可以煽动 只见大鸟躁动了起来 弟弟尼洛补了一句 说是只有杂鱼才会去上学 停到这里阿斯莫德就不乐意了 你这意思是入肩也是杂鱼咯 只见阿斯莫德脚下生起了黑色的烟雾 这是巴拉姆教会他们的必胜手段 二周期解放 当黑雾覆盖全身的那一刻 阿斯莫德将丧尸全部离置 魔力会破天荒的提升 在战场上见过无数恶魔 二周期的多乐多乐兄弟都惊了 这还是他们第一次见到中文优雅的二周期 这里直接放画面大家细评 何故 去 broke なにも美しく 踊入 可以 ? 又 他 好 三两下子摸索就被阿斯莫德解决了 多多多的兄弟都在好奇他到底是怎么自主进入二周期的 巴拉姆有着能让人瞬间进入二周期的药丸 当然也有抑制剂 通过让他们反复进入二周期 这样一来紧要关头就能自主解放二周期了 原本引发二周期的救世压力 但由于这是强制引发的 所以压力增倍的同时力量也会翻倍 属于是无限接近反足者了 只见阿斯莫德缓缓地走向多洛多洛兄弟 举手投足见萨布诺克挡在了前方 原来巴拉姆曾给他们设定过恢复暗号 只要听见暗号就一定能恢复过来 因此两人组一次只能一个人进入二周期 另一个人就必须将其唤醒 阿斯莫德的暗号是入肩 当萨布诺克含出入肩的瞬间 阿斯莫德清醒了过来 旁边多洛多洛兄弟人都看傻了 这边收获季第一天结束了 开始前我们先来看看问题和同门的分数 入肩和夏克什依然零分 阿加雷斯和盖布8200分加上位置 伊克什和克拉拉9400分 安德鲁和安洛舍12800分占据第三 克罗姆和卡姆14200分占据第二 第一名的阿斯莫德和沙布诺克高达15100分 经过了阿斯莫德优雅的二周期 多洛多洛兄弟彻底完败 他们也是很干脆的认输了 尤其的是直到战斗结束 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认错人了 接下来他们还想到沼泽继续他们的决斗 现在是收获季的第二天 听到老师的喊麦同学们纷纷苏醒 第二天的学生一般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没睡好累的半死的 第二种是入肩这种睡好睡满的精神小火 入肩德仁的计策自然是从吃饱开始 经过夏克什的提醒入肩这才 意识到他们还是零分 入肩人傻了 想起昨天的早饭午饭晚饭 那些都是赤裸裸的分数啊 夏克什还夸赞入肩的计策非常牛逼 第一天不带分数就不会被其他人袭击 然后全力搜索高达10万分的传说之夜 实际上入肩完全没有想过这些 昨天完全就只是为了管宝而已 现在也只能当做是这样了 只有拿到传说之夜他们才有可能逆转 首先要做的就是先收集情报 他们想到的是询问森林里的魔兽们 但语言不同10个问题 于是他们决定寻求卡姆伊的帮助 他的话可以和魔兽对话 但森林那么大针要找起来还是很吃力的 于是夏克什发动了感官窃取 开始在整座森林全方位搜索 一边走一边夺取听力 最后成功找到两人组的位置 入肩一开始还想得非常美好 想说这么善良的两个人一定会协助他们的 但一进到他们的领地就直接被包围了 庞大的针是把两人都吓坏了 听说夏克什是一路夺取听力找到这里的 卡姆伊感叹其集中力之强 科罗姆说是想要情报就得交上共评 入肩等人现在是两手空空 于是夏克什提出把第一天遇到的 伊克什和克拉拉的情报给他们 科罗姆相当感兴趣 于是提出 魅惑主的情报加上舞蹈就把传说职业的情报给他们 科罗姆给两人送上了女装 入肩等人一开始还非常不愿意 但看科罗姆态度强硬两人直接怂了 毕竟突然要他们做这种事也不是不行的 他们早早的就在巴吉可纳做过特训了 唱歌歌跳歌舞完全没有难度 随机上科罗姆会提出这种要求是有原因的 因为之前地狱般的魔鬼特训科罗姆累积了大量的压力 这波属于是徘徊在二周期的边缘了 尽管他本身就是给恶魔解压的魔偶像 但自身也是恶魔也是一届观众 加上入肩等女装非常的掌心悦目 科罗姆一下就热了 按照约定魔兽们给两人送上传说职业的情报 但这玩意儿太神秘 他们懂得也不是特别多 只有一首歌谣可以给他们 说是传说之夜现在是不存在的 需要先取得种子和盆栽 简单来说就是要种起来 塔姆一还非常慷慨地把歌词写给了他们 根据老师们的说法 这玩意儿叫做开始之种和终末之盆 到了这个时候 越来越多学生因为疲惫不堪而弃权了 而部分老师也因为昨晚的救援作业倒下了 但遇难的学生又不得不去救援 于是乎就到学生会出场了 学生会接受了老师们的救援作业 会长也亲自到现场进行救援 不过他就是想碰碰运气 看能不能在救援过程中遇到入监 说到会长就是去年收获季的优胜者 他其实也找过传说之夜 但一点迹象都没有 后来才知道内幕说是这玩意儿 类似主办方的恶作剧 可以说是绝对无法采集到 尽管无法采集 但会长相信入监一定又会做出出乎他预料的事情 说不定还能获得优胜 就在这时会长接到通知 说是弃犬者帐篷异常的躁动 原来是有学生在这里扮起了赌博 会长一到弃犬者们瞬间就慌了 问了才知道原来是旁边的两个弃犬者发起的 他们就是安德鲁和安洛舍 并且也是第一组退出的问题儿童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导致了他俩被淘汰 今天会长愿意听他们诉说他俩很是高兴 说起来是非常的吓人 因为到处骗人 他们的脸一下子就被记住了 他们只能随机转移阵地 想获得优胜只能获得更多点数 他俩的分数评分的话 一人只能获得6400分 安德鲁想起福尔福的军巢 就跟自己的哥哥一样击败就很气愤 最不想见到的就是废才哥哥了 就在这时安德鲁头晕了一下 睁开眼就发现哥哥竟然躺在自己的面前 而且还是很多个 安德鲁人都吓傻了 安德鲁本人虽然很想冷静下来 眼前的场景明显不合理 怕是某种植物造成的幻觉 但哥哥实在是太疾病了安德鲁没忍住 直接给了他一脚 这时幻觉解除 安德鲁打在了欧洛博斯可可身上 他的家族能力是幻灯 能制造出对方绝对不想看到的或惧怕的幻象 安德鲁因为犯规直接被判出局了 只能说是大意了 学生会还调侃遇到他 只能说是运气不好 但安洛瑟表示绝对不是巧合 在离开之前 安洛瑟注意到了欧洛博斯的笔记本 他是针对问题而同在展开行动的 会长不禁担心起了入肩 这边入肩和夏克斯正在研究 从克罗姆纳拿到的歌谣 他们沿着歌词来到了一个分叉路口 这时夏克斯注意到 这首歌的歌词实在是太长了 专家找完歌词里的所有地点 怕是时间不够 于是乎入肩提出分头行动 根据歌词入肩走了一百步 遇到丈母娘石像 转了一圈发现地上有个入口 进到里面似乎是一个巨大的遗迹 根据歌词的话 走进肚子里就能找到传说职业的种子了 周围终于没有人 阿里也久违的出来透透气 随着入肩的继续深入 他们闻到了一股难闻的气味 下面有一个诡异的脸出现在入肩眼前 两人都被吓了一跳 然后才发现对方是一年级的纳弗拉 他的身体会发出非常难闻的气味 入肩惊讶原来也有其他人在搜索传说职业 纳弗拉似乎是因为踩到陷阱才被困在这里的 阿里提议别管他继续往前走 弃圈的话有老师会来协助的 但入肩非常的烂 好人执意要把纳弗拉救下来 救下后也没啥是只能一起行动了 就这样他们一路深入来到一座巨大的神殿 顺带提入肩这一路上都没有遇到魔兽 这还得感谢纳弗拉发出的难闻气味 而传说职业的种子就在这里 当入肩就要动手之际一个巨大的手向他们袭来 不一火神殿坍塌 一个巨大的声音出现在他们眼前 魔神名为拖拖 是种子的守护神 拖拖表示取走种子的方式只有两个 一个是靠蛮力击败他 另一个就是说一些有趣的故事给他听 作为博学多彩的魔神 知识素材库的顶点 他一直为无法学习到新事物而苦恼 实在不行说笑话也行 只要能让他开回大笑就行了 入肩尝试说故事说冷笑话 但入肩说的拖拖全都听过了 于书入肩决定反其道而行 拖拖表示魔界的所有事情他都知道 那入肩想说人界的事情他总该不知道了吧 于书入肩说起了时常给会长说的恋爱漫画的情节 这一次拖拖终于起了好奇心 入肩也就震恶八经的说了起来 果不其然拖拖动摇了 他的心在颤抖 这故事也太热血太有趣了吧 反正拖拖非常满意这个故事 拖拖表示入肩的故事有着和种子一样的价值 于是把种子吃予了入肩 同时他也期待着未来他所认识的新知识中 能够包含入肩获得收获及优胜这个故事 这时入肩不小心说漏嘴 表示还有最新的急速没有说 拖拖一个激动想把种子夺回来 然后继续听 只是入肩表示收获及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最后拖拖只能妥协让入肩把电话号码交出来 话说现在竟然连魔神也跟上时代了 现在他和纳弗拉准备撤出遗迹 但就在这时入肩发现了一个问题 纳弗拉再怎么说也是竞争对手 但这次拿到种子他也是有一点点的功劳 分数的话难不成要分成三份 问题太过于困难 于是入肩决定之后再想 这边走着走着入肩发现了一个事情 那就是他对纳弗拉的提凑变得不重的在意了 也许是因为习惯了 想起自己来到魔界之前的事情 那会也跟收获迹一样危机重重 原本以为恶魔们都非常可怕 但相处下来发现大家都很友善 入肩也是非常喜欢这些同伴们 这边入肩来到一处满是悬崖的地洞 就在这时入肩头晕了一下 显然这跟安德鲁的情况一模一样 入肩在不知不觉中中了俄罗伯斯的幻觉 果不其然幻觉马上就出现了 入肩看到了自己那可恶的父母 虽然这里是魔界 但入肩觉得如果是这两个人的话 完全有可能来到这里 所以就当真了 总之父母又没钱了 入肩无奈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口 这时父母开口让入肩跟他们回去 入肩人傻了 事到如今还弹劾回去 下一秒父母化身成了怪物 入肩吓得不进往后退 最后掉下了悬崖 这时俄罗伯斯和他的跟班欧卓现身 原本只是想要吓吓他 这波让他掉下悬崖只能说是他的运气不好 而且他觉得自己的幻术相当强大 就算人没事他的精神也会饱受折磨 好了现在他要继续寻找下一个问题儿童了 这边入肩醒了过来 混乱中阿斯莫德和克拉拉走了过来 说是入肩竟然骗他们说自己是恶魔 随后马尔森叛徒便转身离去 入肩人傻了 紧接着后边又传来了会长的声音 他同样斥责入肩骗人的行为 旁边班导师表示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人类与恶魔不可能共存 说到底人类就不适合留在魔界 下一秒最爱他的爷爷出现 说是父母来接他了 是时候回去了 随后大伙们又化作怪物开始追杀入肩 入肩看啥的吓得四处逃窜 吓坏了的入肩躲到旁边整理思绪 入肩觉得大家是不会说出这种话的 得出结论这波肯定是幻觉 但就算知道是幻觉 他的心却很痛很痛 而他也想过如果被大家丢下的话 自己又是一个人了 想到这里入肩开始放声大哭 就在这时巴齐克的声音响起 总之他先调侃了入肩 再问入肩把自己教过的东西都忘了吗 当然没忘 入肩终于想起自己是一名弓箭手 这波他要射穿眼前的恐惧 想起特许那会儿 入肩一开始射出的箭一直都是软啪啪的 根据巴齐克的观察 他发现入肩没有把自己的欲望注入弓箭里 再来就是因为入肩的集中力不足 于是为了让入肩处于集中力最集中的状态 他打算把入肩送入压倒性的危机里 只有在生死关头集中力才是最集中的 一个罐子变成了凶悍的猛兽 经过了一波训练入肩终于学会了如何将欲望传递给弓 箭时贯穿了罐子 但这样的训练至少还需要经历个100次 才能和弓箭做好搭档 训练期间入肩至少经历了100种危机 巴齐克人都累傻了 正常人早就放弃了吧 巴齐克非常期待入肩在收获季的表现 但训练致死了不拿个优胜回来可就说不过去了 画面回到地洞里 入肩深知自己害怕的是什么 不是眼前的怪物也不是可恶的父母 而是害怕失去得来不易的同伴 想到这里入肩往前踏了一步 这边直接放原片大家细评 入肩是不是特别帅呢 到了这里入肩就彻底振作了起来 拿起种子入肩准备出发 入肩觉得这是个能证明人类也能和恶魔共存的机会 用恶魔的风格来说的话就是 现在已是收获季的第三天 大部分学生在这时已经完全没有余力去狩猎了 许多都选择投降回到营地休息 而那些能活到第三天的必然是有点实力的 他们基本都找到了高效的收获方法 像是阿斯莫德等人的实力压制 魔兽们看到他们都得乖乖跪下 那如果没有压倒性的力量的话怎么办呢 那就只能用人海战术了 其他还有像克罗姆这样控制森林里的魔兽替他收集食材的 除此之外还有类似安德鲁的欺骗战术 靠欺骗战术让人把分数拱手相让的诱惑战术 目前的前半场已经结束 按照比赛规定 班导师用广播颁布了大家的分数 目前位居第一的是阿斯莫德21800分 班导师表示这场生存演习就像是魔戒的缩影 唯有通过失恋才能在魔戒活下去 而在这场考试获得优胜的恶魔都会获得一个特别的称号 那便是年轻的魔王后补少年王 现在排在前几名的学生都是最接近这个称号的 然而据班导师所说 到了第三天既然还有这一个 点数是零且还生存着 并且行众不明的神奇考生 班导师更是直接点名这位零分考生 实相的话就赶紧退出 不想退出就提起到是全力以赴 显然这位零分考生说的是我们入肩 阿斯莫德和克拉拉听到这个消息人都傻了 他们一直认为这个零分考生就是入肩 话说你们就是这样看待你们组织的吗 听到零分就下定论这人是入肩 不过尽管如此 他们还是觉得入肩一定会完成绝命反杀 毕竟入肩的奴隶他两拳都看在眼里 入肩是不会因为这一点点的小挫折而放弃的 画面来到入肩这边 入肩已经决定要在魔界活下去 所以现在正一步步的在往上爬 入肩是在捷径出口的附近直线往下掉的 所以按理说往上爬就对了 但入肩的脚受伤了 如果按照这个速度慢慢往上爬收获计早就结束了 就在这时纳弗拉飞了下来 他好奇的问到入肩为何不用翅膀飞上去 显然入肩没有翅膀只能忽悠说不擅长飞行 纳弗拉试着带入肩起飞但无奈带不起来 于是纳弗拉拿出了一种神奇的卧卧槽 只要一滴水就能瞬间长出直径30米的根莖 卧卧槽的根莖包裹在石柱上 虽然看起来更容易攀爬了 但这样看起来还是需要花上很长的时间 这时入肩想起自己的血沉滞过一只大鸟的伤口 显然人类的血在魔界有着这种神奇的功能 于是乎入肩灵机一动 他咬破了自己的手指使出了仅有他能用的魔法 随着入肩的鲜血落在卧卧槽身上 瞬间地表上山摇地动 所有考官和考生都感觉到了动静 每过几秒一根巨大的根莖突破地表冲破天际 所有人看着眼前的一幕都看傻了 他们很清楚能做到这种事情的就只有入肩了 很快的摄像头对准了入肩 入肩开心地宣布自己带着传说之夜的种子回归了 反正半导师人都气傻了 入肩每次出场都搞出这样大的动静 接着他气氛地问入肩是要退出还是继续 入肩坚定地表示退出是不可能了 这波一定会获得优胜 好了既然入肩已经拿到传说之夜的种子了 那我们来看看下课是这边怎么样了 早前他入肩说好分头寻找种子和盆栽 他也和入肩一样遇到了魔神以及各种难关 经历了万难他终于是获得了盆栽 接下来只要等入肩拿种子过来就行了 当他正在设计成为少年王后的签名时 来到中场公司 也就是宣布学生们当前分数的广播 坚卡老师表示这次的分数 只计算到当前学生交给报告塔的分数 不包括他们手上尚未提交的分数 就在这时老师注意到夏克斯手上的盆栽 便死坏直接把这个玩意的价值2万的事情告诉了全部人 瞬间夏克斯就成为了大家针锋相对的对象 夏克斯人都傻了 到底为什么要说出来 正当夏克斯奋力装作空气之时 入肩拿着种子乘着巨大根筋回归了 更令他感到绝望的是入肩 竟然对着摄像头大喊自己拿到种子了 而且还约定好像在夫妻岩会合 夏克斯人又傻了 到底是为什么要说出来啊 现在不仅暴露了会合地点 大家还都知道了他两手持10万分的事情 于是乎入肩和夏克斯瞬间成为了被狩猎的对象 以至于夏克斯只能更努力的装成空气 而就在绝望之时他遇到了伊克斯 这边入肩很快就找到了夏克斯 入肩还开心的炫耀拿到了种子 但夏克斯却表现得很奇怪 他说自己拿到了盆栽 但被伊克斯夺走了 当初遇到伊克斯他人都快吓傻了 只要稍微被诱惑 他就会自己把盆栽交出去 所以夏克斯一直保持着警惕 所以知道这是伊克斯选择反其道的心 他说自己其实并没有那么喜欢夏克斯 说夏克斯不止没用 还轻浮长得又不高 夏克斯人都听傻了 最后伊克斯还补了一句 说夏克斯常常用色色的眼光来看待自己 他最讨厌就是这种人了 这句话直接对夏克斯造成了一万点的暴击 他就这样晕了过去 但醒来后盆栽就被拿走了 他俩都觉得伊克斯非常奇怪 如果是平时的他绝对不会说出这种话 这让入见想起他在洞穴时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是欧洛博士的魔法 之前也看过他的能力之强大 能让人看到最不想看到的幻觉 而且他还专挑问题儿童们下手 想到这可能是幻觉入见的人打算直接找伊克斯确认 说到找人就轮到夏克斯出场了 他经过了高强度的集中力训练 他已经能做到同时读书玩游戏听音乐 以及同时使用感官窃取 有了这般的集中力让他能轻易的在整座丛林舞台中找人 接着只要通过对话来分析所在位置就行了 很快夏克斯找到伊克斯的位置 然后听到对话的瞬间他直接就懵了 因为伊克斯正在一脸幸福的泡着温泉 画面太美老色皮不宜观看 令夏克斯没想到的是他们竟然和丛林女王会合了 克洛姆也是有自己的计划的 他希望诱惑主能协助他们 这时夏克斯想获得更多信息 于是随便给自己编了个理由想要窃取视野 但这时克洛姆突然说自己有被偷窥的感觉 伊克斯直言到底是谁那么hentai会偷窥呢 听到这话夏克斯心虚了 一个不小心就把能力切断了 不过问题不大 他已经大概掌握了他们的位置 这就轻眼去确认 确认伊克斯是否拿着他的盆栽 伊克斯一开始还好奇克洛姆说的合作 是不是要把传说之夜抢过来 但克洛姆对这玩意一点兴趣都没有 他觉得与其去寻找这种不明确的目标 还不如做一些更实际的 比如把阿加雷斯的城堡打下来 说干就干他先是给阿加雷斯发了警告 让他们把分数和城堡让渡给魔兽王国 但阿加雷斯的小伙伴们都觉得不能同意克洛姆的要求 毕竟大家聚在这里就都是伙伴了 已经成为了大家的归宿 绝对不能拱手让人 小伙伴们都热泪盈眶决定要事实守护他们的城堡 阿加雷斯人傻了明明是我的城堡 其实阿加雷斯是想把食材分一分让小伙伴们就地解散 然后让自己和城堡作为优儿让小伙伴们逃跑 只是小伙伴们肯定是不会同意这个计划的 这边见阿加雷斯不服克罗姆直接让魔兽们突袭城堡 阿加雷斯这边有一定的战力还能稍微抵御一下 但时间长了就出现了因为受伤而退出的弃权者 见迟迟攻不进去 卡姆伊决定使用从帽子先生那学到的新技能 作为召唤师而言 卡姆伊的自治语言不如克罗姆 作为一名生是他能学的就只有嘴盾了 使用嘴盾能让士兵们失去高涨 也能一定程度的降低对方士气 很快城门就被攻破了 就在这时盖部出手了 一个帅气的一闪解救的小伙伴们 就在这时女生们围了上去 看到这一幕的卡姆伊直接就不高兴了 和女生西西是他独有的权利 他不允许有人在他面前和女生轻轻握握 于是乎他叫出了首领级别的魔兽 接下来他要一举把城堡拿下 当然盖部这边也不甘失落 他不会让任何人踏进城堡一步 上面克罗姆狂喜 拿下这城堡他就会成为这一届的少年王 这边呢欧罗博士已经拿着掠夺过来的盆栽到报告塔换分数 精简验坚卡老师确认了这是真的中末盆栽 画面来到战场 卡姆伊招来了首领级别的魔兽攻门 这时卡姆伊近期的发现 就算是首领级别的魔兽 也无法将城堡攻破 显然他们在破门的同时 阿加雷斯也在加强城堡的防御力 眼看能就这样和他们耗下去 但就在这时有人传说东边的六个士兵被干掉了 据幸存者说 这名强大的敌人非常的性感 大家都被这名敌人魅惑了 好疑问是伊克什在那边释放好感度 他可以做到根据拉链的开闭程度来调节魅惑程度 就这样男生们纷纷跟着伊克什走了 可想要是这画面多么的愚蠢 女生们都觉得没有救援的必要 不过他们现在也没有多余的病例去实施救援了 反正他们应该也不会被残忍的虐待 这边伊克什看着被囚禁的俘虏们 想着要是全力施展魅惑 看情况会变得怎样 这时入间等人来到这里 在确认了伊克什还是非常喜欢自己后 夏克什这才放下他心中那沉重的陨石 总结就是夏克什看到的果然是幻觉 这时纳弗拉似乎想说些什么 但纳弗拉不会说话只能疯狂的匕首画脚 显然这波操作三人都没见过 只能表示完全不理解呢 于是乎伊克什把翻译官卡姆一找来了 纳弗拉说是欧罗博士对他们施展了幻觉魔法 而且他还赚挑问题的儿童们展开行动 这使伊克什瞬间感到大事不妙 因为克拉拉早前说是要进行侦查 自己跑进森林完了 据说魔界存在着这么一个赞颂数字二的宗教 他被黑暗笼罩并没有存在的证明 但神奇的是这个似乎不存在的宗教 却被大家广泛流传开来 俄罗博士可可是一个信仰并深爱着二这个数字的恶魔 不管是任何的考试他都包揽了第二名 所以大家都觉得这家伙信仰数字二 但实际情况确实他拿到第二名只是巧合 他每次都是奔着第一名去的 他其实也非常想拿第一 只是实力不允许 时间课和理论课的第一名都被问题儿童们包揽了 俄罗博士只能说是非常羡慕 于是俄罗博士开始积攒实力 决心要在这次的收获计成为少年王 其家族能力换灯能让人看到最不想看到的景象 厉害的点在于就算是路边的一颗石头都能幻化成能寝食心灵的幻觉 是非常强大的精神系魔法 俄罗博士也已经下定决心不再收获计使用该能力 想说要堂堂正正的拿下第一名 这样一来也能让大家不再这么惧怕他 但实际情况是他把能力用到的极致 问题儿童们都倒在他的能力之下 他自己本人也才意识到自己原来使用了能力 就在这时他的跟班欧卓出来怂恿 但欧博士觉得这样做才是正确的选择 这时克拉拉路过 在欧卓的怂恿下欧博士还是出手了 克拉拉晕爵了数秒接着路坚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克拉拉非常高兴又见到老朋友了 但他还没有需求完毕 路坚就开口了 他伸手让克拉拉给他一些果汁 克拉拉人都听傻了 路坚明明说过不是因为他的白宝袋才和他一起玩的 但路坚确实说只是陪你演出戏而已 阿斯莫德也和他一样觉得克拉拉麻烦死了 还说没有他那万用的白宝袋是没有人愿意和他一起玩的 欢迎未落眼前的路坚就被一箭射穿了 显然是真路坚来救援了 时间来到稍早之前 听到克拉拉独自跑进森林夏克斯立马展开了搜索 发现欧博博士已经盯上了克拉拉 路坚人都听傻了 想过去却无奈脚上的伤还没完全痊愈 就在这时克罗姆来了 说是把他的左右护法借给路坚 相信能助他们更快赶到现场 克罗姆狂喜这下路坚就欠了他一个人情 利用夏克斯强大的搜索能力 他们很快就来到克拉拉头上 发现魔兽正准备袭击他 从这个距离过去已经来不及了 路坚只剩下一根羽毛了 慌乱中他觉得这发剑可能会射片 更坏的情况是会射中克拉拉 纠结中路坚还是拔下景色的羽毛 直接放画面大家细品 最后路坚成功救下了克拉拉 但路坚的这波操作欧洛博斯就不高兴了 愤怒前欧洛博斯释放出了全部的魔力 但他却完全没有意识到一团熊熊烈火正悄然向他靠近 顶着丢掉比赛资格的风险阿斯莫德出手了 他不会允许有人欺负他的朋友 但由于出手商人阿斯莫德失去了比赛资格 原本应该是最接近优胜的他 却在一瞬间沦为一个失格者 俄罗博斯这样嘲讽 听完阿斯莫德又上去给了一拳 说要是他在对路坚或者问题儿童们出手 他会直接从弃拳者帐篷飞过来取他的向上人头 这一番话听得俄罗博斯是一个瑟瑟发抖 路坚和克拉拉都觉得这样对阿斯莫德不公平 但阿斯莫德只是做了对的事 他反而觉得这个冠军应该要让给路坚才对 毕竟他原本就已经是等级4了 优不优胜都已经无所谓了 这是他们既收获季开始后第一次见面 三人也久违的叙旧了一下 但阿斯莫德已经是失格者了 必须尽快退场到弃拳者帐篷 于是三人约定带收获季结束 就到阿斯莫德家庆祝一下 阿斯莫德与收获季最后一天退场了 怎么令人感动的友情夏克斯都看哭了 既然俄罗博斯已经被打倒 接下来就是把盆栽抢回来 发现倒地的欧洛博斯已经消失不见 是被他的小跟班欧佐带走了 说是盆栽已经上交 而且他手上还有不知道从哪弄来的一大堆珍贵食材 这波一定能助欧洛博斯登上少年王的宝座 路坚这边非常苦恼 如果没有盆栽就无法让传说职业绽放 他们也想过用夏克斯的感官窃取来搜索欧洛博斯 但之前连续大范围进行搜索 已经让夏克斯身心俱疲 他已经没有魔力使用能力了 但不惧怕绝望的路坚开口了 说是一路走来受到这么多人的帮助 只能死马当活马一趁着收获季还没结束 把欧洛博斯找出来 就在这时一个监考官走了出来 路坚还以为老师是来劝退场的 谁知道老师开始说起奇怪的话 说他们想了一个非常牛逼的计划 人越是认为自己处于优势越容易受骗 于是他们桥装成了报告塔的站岗老师 只有最狡猾的人才能笑到最后 显然欧洛博斯被安洛舍等人摆了一道 让我们回到稍早之前 也就是收获季的第二天 仔细想想可以发现犯规的只有安德鲁 但跟他组队的安洛舍却一同跟到了弃拳者帐篷 不过这就是安洛舍想要的 毕竟没有规则说未退场的选手不能进入弃拳者帐篷 而且在这里可以实时的观看场内的现状 用上帝视角观察现状并拟定计划 在行动之前他们还到处打听了欧洛博斯的情报 一切都是为了彻底打击这个最卑鄙的选手 为此他们还打造了通讯器 安德鲁在弃拳者帐篷传达情报 安洛舍则在里头行动起来 听到欧洛博斯要把盆栽上交给报告塔 他们就乐了 这波不整整他都觉得有点对不起自己 他们推草欧洛博斯的下一个目标 可能是入坚的种子 所以提前通知了阿斯莫德 这才有了阿斯莫德的及时救场和报告塔骗局 这时安洛舍把盆栽还给了入坚等人 入坚也很惊讶 明明是他们好不容易用技稿回来的 现在却拱手让给了他们 安洛舍的回答是收获技所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而且如果不是两个人一起获得优胜的话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这个冠军就让给他们了 会长也感慨这次收获技就问题儿童们表现得最亮眼了 尽管这次安洛舍等人利用规则漏洞游走在灰色地带 但在这种场合下任何人获得冠军都不奇怪 现在收获技即将要结束了 有人兴奋的不得了 也有人累得直接倒地大碎 目前最高分的问题儿童就属萨伯诺克45500分 一起行动的多乐多乐兄弟各37100分 魔兽王国和阿加雷斯的战争一直没有分出个胜负 收获技就快结束了 现在这个情况克罗姆也已经没办法获得优胜了 但就在这时魔兽们却自愿让克罗姆把他们当作食材换取分数 显然魔兽们都是好朋友克罗姆绝不会这么做 克罗姆的最终分数为36800分 另外卡姆伊22500分 伊克斯20700分 阿加雷斯这边没有分的食材菜火 而是组成火锅和大家一起庆祝了 阿加雷斯和该部的最终分数为32300分 而策划的一切的暗落色者只有12800分 到了这里陆坚等人只要让传说职业绽放 这个冠军就稳稳了 陆坚等人姑且是把种子和盆栽合体了 但问题是这玩意儿就是不会绽放 他们思考了很久最终得出了结论 既然收获技的负责人是负责这座森林的书记老师 而且收获技的目的就是为了验收学生这一年来的所学 考虑到这些因素让我们来回想一下书记老师的第一堂课 在第一堂课中书记老师说明了如何用魔法让植物绽放 所以让传说职业绽放的答案书记老师早就告诉了他们 终上所论他们姑且还是试了一下 当然发现猫用没有 种子和盆栽里都不理他们 到了这里他们就急了 毕竟收获技就要结束了 他们到现在还是零分 这时纳夫拉试着给种子浇水 神奇的是种子竟然有了开花的迹象 再结合书记老师教过的魔法种子确实绽放了 但不多 这波熟师是魔力不够了 于是乎入坚打算加大戒指的玛丽 但阿里人都傻了 经过了入坚之前的暴力用法 戒指里的魔力已经所剩无极了 再用下去阿里人就要没了 说是如果附近有魔力庞大的恶魔可以向他借一下 入坚想说怎么可能会这么巧的事情发生 但那个魔力庞大的恶魔早就出现在了他们身后 原因就出自收获机期间克拉拉用他独特的空间吸收了魔物们的魔力 而且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入坚的魔力也是被他吸走了 现在拿回来应该也不过分 于是入坚伸出手让克拉拉传递魔力 在这庞大魔力的加持下 传说职业成功绽放 而就在这时一个长得跟魔王非常相似的恶魔出现缠住了入坚 接着说了一句是你吗 入坚一瞬间人傻了 但眨眼的瞬间这个酷似魔王的恶魔就消失不见了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奇特植物 而这时收获机正好结束了 入坚等人人都吓傻了 他们都疑惑这个长得非常别致的植物真的有十万分吗 好了现在是结算时间 学生们纷纷把最终获得了点数上交 这时他们注意到旁边的问题儿童们 不禁感叹这波是满屏的压迫感 他们正在等待那两个人带着传说职业归来 就在万众瞩目下他们的身影缓缓出现 众人都非常闹疼 毕竟可以亲眼看到传说职业 但果然看到食物希望就瞬间破灭了 毕竟传说中的植物长得这么别致 确实让人看了火大 还以为会是非常雄伟的植物 这时苏姬和巴拉姆兴奋地冲了过去 大喊这玩意儿是真正的传说职业 而且他们也是第一次见到食物 这样一来入圈他们就获得了十万分 但点数分配该怎么办呢 毕竟他们有四个人 但科拉拉和纳夫拉都表示自己不需要点数 迂数入坚和夏克斯都各自获得了五万分 大家都觉得这波冠军应该是实锤了 好了现在公布名次 大家的心情都非常忐忑 毕竟谁获得冠军都不奇怪 当然冠军师欧洛博斯就非常奇怪了 他的分数竟然高达五万八千分 大家都很震惊 这个万年老二竟然得了第一 他仅靠着欧洲的稀有食材就获得了如此高分 怎么看来这个欧洲还是有点东西的 以上就是今年的少年王 但获得这个冠军 他内心却非常的无法释怀 毕竟他的所作所为不存在所谓的堂堂正正 他自己都怀疑他真的适合少年王这个称号吗 台下的路见看着非常懊悔 毫无疑问他发挥出了训练的全部结果 甚至做到全所未有的让传说职业绽放 却也还是获得不了这个冠军 就在这时有人提出了意义 没错你们要的反转来了 安德鲁觉得老师们的算法非常有问题 仔细想想的话传说职业确实价值10万分 但老师们也说过这个盆栽也价值2万分 这么看来盆栽加传说职业应该价值12万分才对 再把这2万分拼分给路见和夏克什这个冠军就死锤了 至此这次的收获季诞生了两名冠军 大家都很为这两个冠军感到高兴 获得第三的俄罗伯斯也释怀了 既不是第一也不是万年的老二 虽然很羡慕耀眼的他们 但他还是选择尊敬这些恶魔 他诚恳的向问题儿童们道了歉 但其实路见却觉得他没做错任何事情 在这个场合下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毕生所学用出来 而且俄罗伯斯也并没有违反比赛规则 这也表示俄罗伯斯的能力真的非常厉害 大家也都觉得这个第三名实至名归 这时会长也过来献上贺词 此刻他也期待着路见荣耀归来之时会把传说之业献给他 但终归只是想象而已 路见不为所动 这时纳弗拉过来打招呼 路见还好奇为何两人认识 令人没想到的是纳弗拉是学生会发掘的潜力股 是学生会成员 这次是作为运营者来参加收获季的 也是这一次收获季的隐藏角色 换句话说他也是获得传说之业的重要条件之一 如果中途没有救下他 就无法用他手上的彩虹水壶让传说之业绽放了 属于是隐藏通关方法 这条件属实是非常的苛刻了 但好在路见新藏好把他给救了 就在这时传说之业也开口给他们献上了贺词 大家都看傻了这个植物竟然会开口说话 为此他还特地解释了一番 实际上从获得盆栽和种子到绽放的过程中 对学生来说都是一次次的失恋 不被眼前的利益诱惑 慷慨解囊助人为乐 最重要的是学生能带着野心去完成这一挑战 只能说这个恶魔太不像恶魔了 路见还想发出自己的疑问 但传说之业却急忙受尾 到了这里传说之业说是有东西要给同学们看 这是在魔界所看不到的光景 说完传说之业就原地爆炸了 映入眼帘的是一棵巨大的樱花树 眼前的奇景看待了一众恶魔 花瓣所到之处皆是欢乐 魔神也久违的见到了新事物 然而这种温暖的感觉 问铁儿童们却也觉得似曾相似 路见也是很疑惑 这不过是樱花而已 大家却像是从山里出来的一样 完全不知道这玩意儿 显然魔界并没有樱花树 好了为了让两人看起来更像少年王 萨利班给他们换上了华丽的服装并召开了表彰仪式 作为当之无愧的少年王 两人直算等级4 会长也是非常高兴啊 接着班导师上来抢卖 可能是觉得萨利班太过啰嗦 他直接公布了下面的排名 第三的俄罗伯斯升到了等级3 第四的萨伯诺克也升到了等级3 本应该升到等级5的阿斯莫德遗憾退场 错失了这次神奇的机会 不过本人很满意这次的结果就是了 第五的多罗多罗兄弟各升到了等级3 接下来是在收获记中表现优异而备受好评的同学 首先是阿加雷斯和盖部组合 他们在收获记中建立据点 同时帮助并收留了很多同学 基于这一点造就了本次收获记为 史上最少人退场的新历史 两人均升为等级3 再来是驱使大量魔兽 在森林里建立起魔兽王国的克罗姆和卡姆一组合 因为该强大的同率力两人均升为等级3 同性的伊克什也一起升到了等级3 好了以上就是收获记表现优异的10亿人 问题的儿童们表现得如此优异 导师们当然也是特别的高兴 但获得优胜的下课师却找不到自己的导师罗宾 巴奇可的话不用说当然是高兴坏了 好了现在是收获记 学生们在这一次和玩乐互相交流 说到交流就不得不说 莎伯诺克和多罗多罗兄弟这边了 之前就说多罗多罗兄弟认错了师傅 以至于莎伯诺克介绍的时候 他俩都一脸蒙蔽 俄罗博士的话似乎有些烦恼 他总是觉得自己在收获记的时候 有跟别人一起行动过 刚才班导师也问过他诸如此类的问题 但奇怪的是在其他人的视角里 他似乎是一个人在行动的 这边两少年王坐在舞台上工人观赏 问题的儿童们也纷纷聚了上去 安德鲁说起有两个奇怪的人来找他们搭话 莎伯诺克把害羞的女王给带了过来 现在在听到别人叫他女王 真的是羞耻感满满 当初他建立魔兽王国只是觉得好玩而已 没想到冷静下来后才发现 被叫女王是非常非常的羞耻 现在这个情况要说女王的话 还是属一颗是更有价式 好了这边罗宾完成了班导师委派的任务 班导师也是罕见的 没叫这些吵闹的问题儿童们塑敬 不过在班导师看来 这些问题儿童们确实成长了许多 在收获记中没有碍与麻烦的友情 都认真的展示出了训练成果 所以现在稍微的胡闹一下 班导师还是可以接受的 但幻影未落他就被入间召唤过去了 原来是大家说想看一下死魔老师 而入间又无法拒绝请求 问题儿童们最后还是免不了被班导师教训 入间回去以后有来自爷爷和管家的慰问 是他从来都没想过的温暖 当天晚上在萨利班家里 举办了名为入间收获记辛苦了的派对 在阿斯莫德家举办了 阿斯莫德收获记辛苦了的派对 在克拉拉家举办了 克拉拉收获记辛苦了的派对 与此同时老师们也举办了庆功宴 在罗宾的号召下老师们在居酒屋喝酒 有的老师因为值班来不了 现在就班导师和巴拉姆没到了 而且同事们所说班导师是不会出席这种酒会的 但下一秒巴拉姆就带着班导师来了 一众老师都非常惊讶 奇迹竟然在这里发生了 一听说是萨利班请客 班导师理所当然的点了最贵的酒 这里的所有老师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 像是负责拷问学的马尔巴斯 就是说长得和善的人 似乎都会有意想不到的另一面 同时他还有个担任魔偶像经纪人的姐姐 说到家人就是说如果职场上也有家人的话 真的是各方面都会受到限制 像是莫莫诺基和爷爷一起在巴比路时担任老师 出席酒会就会被禁锢在兼顾的防御线里 但将遗老中就敌不过年轻的罗宾 罗宾特地安排莫莫诺基坐在班导师旁边 殊不知莫莫诺基是班导师的爱慕者 被问起入职的感受时 说是当初还是新人时就是给班导师负责带的 至于班导师的话是给教导主任达林带的 听到这话其他老师纷纷表示完全不信了 不过这是事实哦 虽然班导师以前和现在完全没改变了 对于其他老师来说班导师和问题儿童们的关系非常好 他一脸就是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的表情 说到问题儿童就不得不说到入坚了 一开始完全不知道莫莫诺基还有个孙子 当时也是非常的惊讶 但更令他们惊讶的是入坚竟然在开学典里 涌唱了不会跌倒的咒语 据说涌唱失败就会爆炸 这之后还收服了一年级的首席 收服了金简鸟首领 让学校盛开了一棵樱花树 在社团祭典站放了最亮眼的烟花 当然最令他们没想到是二周期的入坚也心露出 疯狂的举动让王之教师再一次打开 再来就是华丽特公园的壮举了 带领问题儿童们在公园里乱杀 这样乱来真的是让人很不省心 罗宾觉得班导师还是非常关心问题儿童们的 毕竟学生和老师就像是家人一样 但罗宾这番话却受到一众老师们的反对 他们表示巴比路斯是魔戒心的顶梁柱 与其说家人老师们更像是学生的守护人 他们能做的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守护他们所热爱的学生 这是他们的职责 对于一切基于这宝物的敌人 必须给予他们残绝人寰的教育 这番话把我们罗宾听的人都傻了 不过这的确是巴比路斯老师们的口号 班导师让他把这句话警惧于心 早前班导师委派给他的任务就是基于这一口号而行动的 时间来到稍早之前 夏克斯之所以找不到罗宾就是因为出任务去了 之前说到收获季期间 似乎一直有人跟着欧洛博士一起行动 那个人变成是欧卓 在祭典开始前他成功混了进来 修改了欧洛博士的记忆后就不会留下任何的证据 他表示自己今天也是第二名呢 原来所谓信仰素质二的宗教是真实存在的 他以为自己能神不知鬼不觉的投留进来 然后偷偷出去 但他不知道是巴比路斯的守护人早就发现了他 巴比路斯绝不允许非法入侵企图伤害学生的蠢蛋闯进来 今天只是给他个教训 下次再来就是更加严厉的教育了 罗宾家的家族能力一色必中之前也有展示过 坚实在飞行的过程中不会受到任何外物的干扰 也因此一定会命中目标 欧卓人都傻了 明明用了隐蔽魔法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 最后就是老师们的Bingo大会了 可以看到班导师不小心就Bingo了 但他是一点也不想得奖呢 毕竟奖品这么的别致 这边重商的欧卓把情报带了回去 说是有数名学生有反主倾向 其中属问题儿童最有资质了 十三观之一的巴黎很满意欧卓的调查 尤其是关于入侵的情报 在收获季开始之际 他就在入侵身上安乐录音器 在地动时入侵不小心说出了自己是人类的事实 听到这个情报的齐里欧相当的兴奋 入侵一直说自己不会绝望 齐里欧好奇如果在他就要被吃掉的瞬间 入侵的绝望会出现吗 这是齐里欧想知道的事 巴黎的猜测也没错 在沙利班非法入侵人间后 入侵就出现了 巴黎也是相当兴奋了 毕竟狩猎要开始了 这天一大早 沙利班就高兴的起飞 因为入侵第一次说是有想要的东西 又是值得庆祝的一天 入侵说是想要一台游戏机 和夏克斯约好了一起到他家玩 说是要一起庆祝获得优胜 很快的入侵来到夏克斯家 在经过一间金风调封印的房间时 夏克斯特意嘱咐绝对不能发出声音 在夏克斯的带领下 入侵第一次体验玩电子游戏 他们玩的是最新款的狩猎游戏 可以捏连选宠物 在这里他们第一次把自称改为了大人用的案 夏克斯说起这游戏还有结婚系统 于是便趁机八卦问入侵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 根据夏克斯的调查尾巴越长的女恶魔性感程度越高 显然入侵非常抗拒这个话题 见他如此腼腆夏克斯准备拿出他的秘密武器 是大家都喜欢的学习资料呢 在双方争吵之时不小心吵醒了风调房间里的怪物 怪物瞬间破门而出 随后缓缓地往夏克斯的房间走去 开门才发现原来是夏克斯的姐姐 姐姐因为昨天联姨失败 现在还是宿醉状态 她不满自己没找到对象 而弟弟却笑得这么开心 就在这时姐姐发现了旁边的入侵 看见是小鲜肉来了 她立马换上了漂亮的礼服 问入侵有没有哥哥 而且她听说过入侵的名字 是三杰之一的沙利班的孙子 争吵间姐姐发现了地上的学习资料 做了弟弟的当人是立马设时想找个洞钻进去 于是后她把姐姐绑起来丢进房间 她知道姐姐这种人一定会对入侵露出獠牙 做朋友的当然要保护好她 毕竟她觉得入侵就像是她的弟弟一样轻 姐姐想起夏克斯当初加入游戏社团时 也说过类似的话 姐姐不禁感叹弟弟变了 之前的夏克斯总是独来独往 不在意世俗的眼光 现在却连游戏都买能多人联机的 想必她现在在班上一定有她喜欢的人 然而夏克斯不但没有否认 还大方的同意了姐姐的说法 回到房间入侵说起了收获机的种种 说同伴们尤其是夏克斯帮助了她很多 所以她反而觉得夏克斯就像她弟弟一样 夏克斯人都听傻了 反对入侵的这一说法 奇怪的是平时无依无求的入侵 反而对这一点非常的执着 这边又到了久违的少女漫画朗读环节 女主角为了男主而努力的制作这饼干 会长非常向往书中的剧情 而且她原本就是要为入侵庆祝获得优胜的 但一直找不到这个机会 翔涩就趁此机会给入侵做饼干当作贺礼 但无奈会长的父亲不知为何 一直不肯让她进厨房 于是入侵便提出让会长到她家里下厨 会长非常的感动 她没想到还没嫁进去就能提前到入侵家厨房做料理 看来能当作结婚前的一段演习 原本想说要先跟她未来的爷爷打招呼 但管家欧佩拉却表示撒利班久违的出去办事了 这边欧佩拉已经贴心的帮他们准备好的食材 接下来就看他们表现了 但欧佩拉还是放心不下他们俩 于是躲在一旁暗中观察 而且有她清传的饼干食谱 照着做应该不会出什么大问题才对 但显然她还是小看了两人的料理才华 师傅说了120克黄油 但入侵却一整块都丢进去 然后只夹了一丢丢的砂糖 还以为会长会纠正入侵的错误 所以知道会长反而觉得入侵的砂糖加少了 于是他直接将整袋砂糖撒了进去 只因为他听说过点心要放很多糖才会甜 在旁边的欧佩拉倒是看出了个所以然 原来两人对料理都一窍不通 艰难的生存环境让入侵从不浪费任何食材 会长小时候其实也尝试过下厨 但为了不让自己提早过世 老父亲禁止了会长使用厨房 于是后在两人的精心调配下 一个长得非常别致的黑暗料理诞生了 欧佩拉人都傻了 看起来得重新调教 做料理必须要严格按照食谱的步骤 细心操作注入心意 这样一来吃的人也会一起跟着开心 就这样欧佩拉一步一脚印的带领着两人一起料理 但就在这时路间不小心打开了一个带着风调的罐子 瞬间一撮粘稠的物体喷涌出来 欧佩拉赶紧使用了从五天老师那学来的魔风波 将怪物封印 但一回头他们就被更多的怪物包围了 好了经历了各种摧残 饼干终于是成功出炉了 欧佩拉也已经身心俱疲了 路间想把饼干送给自己真爱的家人和同伴们 他好奇的问到会长的饼干是要送给谁的 顶着脚修会长把饼干送给了欧佩 说是来迟的时候货机优胜贺利 见欧佩拉这么开心 会长也就心满意足了 心子都来了 当然要趁身追击制作下一个料理 我欧佩拉跪球饭过 这边呢 萨利班请霸奇可吃饭 说是要感谢霸奇可帮路间进行训练 让路间获得收获记得优胜 萨利班说是当初真没选错人 毕竟霸奇可的实力完全可以媲美当今的13冠 霸奇可还是非常谦虚的 觉得自己跟13冠完全没法比 除了其中的妖精王派蒙 一个黑色系哥特罗莉搭扮的美少女恶魔 虽然两人常常吵架 但感情还是非常好的 至少萨利班是这样认为的 其实萨利班一开始还担心 不战交际的巴奇可 会不肯接受担任路间的特别讲师 巴奇可也承认原本打算露个脸就回去 但看到了路间坚持不懈的精神 在赛场上拼命存活的样子 他现在觉得路间绝对是他最棒的头号弟子了 好了 现在吃好喝好萨利班有话要说 萨利班展开了防止窃听的领域 画风瞬间变得沉重起来 巴奇可立马意识到浙江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便立马下跪倾听 首先萨利班表示下一次的13冠集会取消了 原因是最近强力的上级恶魔频频失踪 失踪原因不明 但元凶已经有了眉目 就是一切坏事做尽的六指众 正因为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所以认定一定是他们做的 也只有他们能做到 到了这里巴奇可还以为终于轮到自己出场了 但萨利班却表示完全不是呢 就是在这种动荡不安的局面 身为教育者更应该集中在教育之上 给予他们更全面的知识并引导他们 所以萨利班要的就是让巴奇可继续担任 路坚的特别僵尸 毕竟路坚是个人类 巴奇可人都听傻了 萨利班给了他两个选择 一是消除刚刚的记忆 二是和他们一起保护路坚 看着路坚巴奇可突然觉得一切都说得通了 有着一般恶魔没有的心态和反人的态度 也就只有这个人类最适合当他的徒弟了 这边克拉拉带来了邀请函 是在收获机时三人组说好一起到阿斯莫德家玩 路坚是第一次来到阿斯莫德家 第一次见到他也是非常的惊讶 虽然萨利班的家已经够大了 但这也真够不小的 里边的阿斯莫德已经恭候多时了 克拉拉第一次进到这么大的豪宅 难免有些兴奋 便当时探险队到处探险 但阿斯莫德表示我完全不生气 毕竟他现在和路坚一样是等级式 他有着和路坚一样的宽宏之心 克拉拉这个小小的等级山 不管做什么都对他不痛不痒 克拉拉不满阿斯莫德的说辞 跟他炫耀自己曾跟小路坚一起玩耍过 阿斯莫德非常好奇那是杀玩意儿 见克拉拉不肯说两人还是大打出手了 这边阿斯莫德为两人准备了豪华蛋糕 还带他们去参观自己的房间 里边就像是路坚博物馆一样 收集了路坚的所有文章和照片 然后几人召唤死魔一起玩耍 原本说是要把半岛石也召过来一起玩 但路坚还是本能地表示恰恰一定 另一边半岛石感到一阵恶寒 游戏中途路坚起了尿意 在走廊上路坚觉得今天非常的快乐 但他却有着秘密没法告诉他们 他们明明就是自己最要好的朋友 路坚犹豫之时一双恶魔之手正缓缓向他靠近 是十三贯之一的爱母 阿斯莫德的母亲 原来爱母在工作使用第六杆 赶直到今天阿斯莫德的朋友会来家里 并丢下工作麻不停替的赶回来 则之路坚有秘密没有告诉他们 便坐下来开导开导路坚 说是不告诉他们其实也行 所谓的爱需要双方都幸福才可以成立 因此没有义务弹露出所有的秘密 恶魔就要活得自由奔放 而且难道有人秘密就不再是朋友了吗 听完路坚动人醒悟 爱母带着路坚回到了房间 阿斯莫德猛然发现 他给路坚穿上了自己小时候的衣服 这边路坚叫住了两人说是有话要说 他非常感谢阿斯莫德在收获即时的鼎力相助 阿斯莫德的保护欲让他感到非常的安心 而传说职业之所以得以绽放还全靠克拉拉的魔力 这份安心感只有在两人身边才会有 和两人做朋友路坚觉得非常非常的幸福 所以希望两人能继续成为自己的朋友 这就是当前路坚最想说给他们听的真心话 从有一天他会把自己的全部都告诉他们了 好了以上就是入见同学入魔了第三季第21季的内容 入见第三季也就是收获季篇正式结束了 接下来就是音乐季了 如果所有人没有达到等级式的话 就会被逐出王子教室 所以这次的音乐季对他们来说至关的重要 这将会是他们一年级的最后一次升级考试 其中唯有一刻是需要连升两级才能达到标准 他们要做的就是选个让所有人都能表现亮眼的节目 就在这时入见却觉得似乎遗忘了些什么 半导师表示不是还有一个等级二的普尔森吗 众人人都看傻了 完全不知道问题儿童还有一个这样的存在 至于他为什么至今都没有现身 以及音乐季又会发生些什么 这就要等到第四季了 至此入见第三季正式结束 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今天的故事呢 那么本期视频就先到这 喜欢的话不妨按赞订阅关注 不喜欢的话也是要硬硬点个喜欢 有什么意见或看法 欢迎留言在下方讨论 我是阿兰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